蓝家 你是身体脾虚胃寒失重 我给你开点药就好了 收好 天王 三年之期已到 起来吧 三年前因为祖传电规 接任天王者 必须要以普通人身份 行医治病三年 如今三年之期终于要到了 滚开 你就是陈群吧 你们是 给我上教训的 难敢冒犯天王 饶死死 是谁派你来的 是谁派你来的 是郑老大 是郑老大 是我来的 郑老大 郑老大是这片区域的老大 而他自己 则是秦浩龙的首相 报死 你个直呼龙爷的名位 就算是秦浩龙在我面前 你只拜贵地扶手 打电话给秦浩龙 让他五分钟之内给我滚过来 如果赶不过来 他这龙爷 可以在江都冲闻了 是 郑老大 那位是你不可想象的大 就连我 在他面前 也只能扶手听用 秦浩龙 天王命你五分钟之内滚到滨江路 要不然的话 你这江都龙爷在江都除名 是 即刻被车去滨江路 小子 你还在那儿演戏呢 你可知道龙爷 人称江都龙半称 在整个江都都是万人之上 全是超天的存在 就凭你一个电话 就想把龙里找回 你小子真是吃人出梦 参见天王 参见天王 天王 你怎么在这儿 大哥 他就是你让我教训那个人 他叫陈轩 陈轩 天王 说吧 是谁让你来对付我的 喂 天王 有人你们给了我一百万 让我找人教训的你 我 我也不知道你就是天王啊 吓了你个狗眼 我让你在这儿 召开天王 你竟然还找人打扰天王 不为饶命 不为饶命啊 天王 天王饶命啊 属下管教不力 请天王输罪 你呢 也是店里的老人啊 自己的手下要管好 若还是管不好的话 你也不用再执掌这盛世集团了 是 正常是你的手下 他收了人一百万来对付我儿的事情 你派人去查清楚 母后住室都是谁 是 等一下是把您奶奶的寿宴 我让你准备的礼物准备的怎么样 我已经准备了十八件珍贵的收入 以这些礼物的价值 您妻子沐万英 一定会成为你受养的最主宰的人 到时候 我就可以给他坦白我的身份了 沐家原本已濒临破产的边缘 现在能有如今的成就 全部都是因为您 夫人能有今天的成就 也全部都是因为您 我们是夫妻 我的就是他的 没必要分那么清楚 恭贺老太军 八十八十 好好好 坐下坐下 哈哈哈哈 奶奶对不起 我被一些事情耽搁了 奶奶寿宴这么大的事 你都能迟到 你是压根没把奶奶的寿宴 放心上 万年 我刚刚真的被一些事情耽误了 解释什么 我看你是压根不想来奶奶的寿宴吧 要不然的话迟到不说 怎么会连礼物都没有准备啊 两手空空 你是真的没把奶奶的大寿放眼里啊 我不是你提前准备礼物了吗 放心吧 礼物已经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我看你是随便准备了一些破铜烂铁吧 今天可是奶奶的八十大寿 就是 我呢 提早为了奶奶的大寿 就精心挑选了礼物 来 看看啊 千年人生 这可是我花八十万买的 难道你送礼物 只看重饼面价值 当然要看重礼物的心意 不过像你这种 一点价值都没有 只有口头上的心意 我看这心意啊 不提也罢 说得好 这有些人啊 就剩嘴上的心意啊 那也总比你送假货 你说什么 千年人生因为在野外生长千年 所以身虚发达 它的身虚可以达到数米 而你这个人生 最长的身虚不过十里 我看这根本就不是千年人生 而是人工培养 你放屁 这是我花八十万买的 怎么会是假身 神学你个废物 你竟然敢污蔑我哥 你一个臭摆地摊的 什么人生 我看你就懂地摊过吧 我看他是因为自己 没有准备礼物 所以才故意污蔑云超的 别吵了 云超 把人生给我看 奶奶 我说话人生给我看看 你为什么要污蔑云超 奶奶 你再好好看看这人生 不用再看 你还真以为我老眼问话 连这人生的真假都分辨不出来了 陈玄 奶奶的眼光又能找你质疑啊 陈玄 你还不赶紧给我哥道歉 我明白了 原来你早就看出来是假的 但是碍于是孙子的面子 所以不愿意走 陈玄 你别胡说八道啊 对不起奶奶 是我没有管家好陈玄 算了算了 你又没错 你道什么歉 我不 我不想再看到他了 让他给我滚到一边去 滚出去 到外面坐着去 就算奶奶看出人生是假的又怎么样 你不过是个女婿 我可是他亲孙子 当着这么多宾客的面 他能为你这个废物女婿打他亲孙子的脸啊 老太君 家族里人多了 总是什么样的人都有 婉宁 既然你老公没有给你准备的 那么这礼物就算是我帮你准备 老太君 知道您信佛了 这是我特意从普陀四方金球的玉佛 价值呀 八百万 八百万 哎呦 夜少真是用心了 听到没 八百万 那是你摆摊摆几辈子都摆不来的 我看啊 婉宁跟夜少才是天生一对啊 也不知道当初爷爷是怎么想的 让你背里嫁给这个废物 哎 我看现在也不玩啊 正好当着奶奶的面 让他们两个离婚 就是不知道夜少嫌不嫌弃我们家婉宁是嫁过人的 哎 只要婉宁愿意 我随时都能去 婉宁你看啊 夜少都不嫌弃你 你还不赶紧的这个废物离婚 我和婉宁的事 还轮不到你们来操心 至于礼物的事 也用不着你们来代表 你的意思是你也准备着 就是不知道你的礼物价值多少钱 我准备的礼物 自然不是这种上不了台面的垃圾 八百万的礼物是垃圾 你全身上下掏得出八百块吗 我看他全身上下只剩嘴是硬 秦逊你不要再胡闹了 婉宁放心吧 有礼道 盛世金环赫 赵老太君八十大寿 送赫礼 玉冠音一对 金佛一尊 写字卢一动 名画三幅 现金两千万 秦逊 这都是你安排的 这就是我给你准备的礼物 十八件真 每一样的价值都远超八百万 你买费 这都是你送的礼物啊 是 你竟然让盛世集团送给你 怎么可能 你一个摆地摊的 怎么可能让盛世集团带你送礼 陈寻有无力 竟然让盛世集团送这么贵的 夜少的礼物 虽然珍贵 再和陈寻而已 不算得了什么 十八件礼物 每一件 就超过八百万 陈寻有心了 等一下你和婉宁 就陪着我做主桌吧 等一下 夜少 怎么了 老太爵 你可千万别被他给骗了 骗子 夜少你说的是 这些礼物都是假的 好啊 陈寻 你说我送的是假人生 原来造假的人是你啊 假的 你们若是觉得这些是假的 这些礼 你们尽可以尝一尝 老太爵 别误 这些礼物当然 但你们觉得盛世集团会带他送的 夜少 你的意思是 这是盛世集团带我送的贺礼 这是夜少女 你们都知道 盛世集团跟我家合作亲密 前两天更是亲自见了盛世集团的龙爷 龙爷当众夸我年轻有位 所以 这一定是龙爷看好我的情力 所以才会送来的动力 原来如此 我说嘛 一个摆地摊的能让盛世集团送脸 啊 原来是因为夜少女啊 龙爷那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存在 夜少女得了龙爷的青睐 那以后啊 可是前途无量呀 你笑什么 是不是被我拆穿了 用笑来掩饰尴尬 我叫你得到这个时候了 居然还敢保证 这些礼物 是我命令盛世集团送 你知不知道盛世集团是怎么样了 那是连我们业家都要仰望去 你要是能命令盛世集团 你还用得着去摆着它 陈寻 够了 晚年 这些礼物 真的是我让秦浩龙送的来 陈寻 你太令我失望了 你没准备礼物不说 你为了面子 你还冒充这些东西是你送的 原本我还以为你这是平庸 没想到你还如此奸证 本来还想再继续观察一下 既然这样的话 我看也不用继续观察了 晚年 又和她离婚吧 奶奶 你想让晚年和我离婚 那当然 你也不看看 你到底是哪一点能配得上我们家晚宁 晚宁只用了三年的时间 就将我们沐家村 濒临破产的状态拉了出来 现在公司的利润 每年更是价值数 可你呢 三年了 还守着你那个破地摊 你跟晚宁的差距 简直比人和狗的差距还要大 比狗的差距还要 别用你那渺小的目光来衡量我的身份 你的身份 你难道还想说你还有什么其他隐藏的身份 刚刚他不是说了 这盛世集团是过来帮他送的 他的隐藏身份说不定跟龙爷 甚至是龙爷的 私生子 私生子 他秦浩龙也配 就算他本在我们的钱 给支配贵妮信用 陈学 你可真能吹啊 实话告诉我吧 晚宁明天就要代表我们沐家 和盛世集团签订一份价值100亿的合同 你干脆说我们能签订这个合同 也是你收益盛世集团的算了 这份合同本来就是我的收益 行了陈学 别吹牛啊 只要你愿意签字离婚 我们沐家可以尝你他200万 200万 省着点用 更为此 200万呀陈学 签个字离个婚就能拿到 真是便宜你 晚宁 你又何必守着这个废物 他哪一点比得上夜少 是啊晚宁 你这么有能力 你何必守着这么一个废物 夜少才是你的良配 晚宁 这件事情我做出 你明天就和陈勋离婚 奶奶我不理 为什么 陈勋虽然没什么钱 也没什么工作 甚至 没什么出息 但是他都在照顾我的生活 冷了会帮我准备加衣 饿了 不下去为我做饭 这三年的稍息相处 我跟他已经有了感情 所以奶奶我不理 莫宁 你连我的话你都不听了 莫宁 你不会觉得 你这几年为公司做了的业绩 就视宠而交了 我没有 既然没有 那你为何不和这个废物离婚 我看啊 是因为这个废物在心里的位置 比奶奶更重要 所以你为了它 连奶奶的话都不听了 是吗 奶奶 不是我不听您的话 别的事情我都可以答应你 我又和陈勋离婚这件事 是我 您做不到 奶奶 我看 他如果要是迟疑违抗你的命令 那我们沐家总经理的位置 他也没必要干 晚宁 你说呢 奶奶 我 好好好 我看你真的是翅膀硬的 都不把我放在眼里了 那既然是这样 可是总经理的位置 你也不用干了 奶奶 我能受任总经理 好 就由你接任总经理一职 三年前 沐家兵临破产的边缘 你们都属实无策 是晚宁平将一致之力挽救了即将破产为家 现在你们仅仅仅 现在你们仅仅因为他不愿意和我离婚就要撤掉他总经理的职 难道你们就不怕沐家再次濒临破产吗 你少在这里为言耸听 我们承认晚宁有能力 但沐家现在已经重新振作起来了 又怎么会再回到三年前的境地 就是 晚宁有能力 我们又没有能力吗 能力 你有能力 我看你只有半家的 陈玄 我的决定 还轮不到你来质疑 要是你真为晚宁好 你就答应和晚宁 要不然的话 你现在就给我滚出去 奶奶 晚宁 你要是再敢帮助他说话 你跟他一块也滚出去 晚宁 既然他们都无情无义 那这个家不代应吧 走 赵老太军 我相信要不了多久 你就会后悔今天的决定 反了 真是反了 个废物竟然也敢如此猖狂 就是 还威严锁丁 说我们沐家濒临破产 真以为没了沐婉宁 沐家做不出业绩 林超 明天日益盛世集团的合同 不容有失 奶奶 就放心吧 和盛世集团的合同 都敲利了损了 不会有差错的 只要有了盛世集团 这一百亿的合同 以后我沐家 每年都有几亿的固定利润 到时候 我倒要看看 那个废物 怎么少后悔 赵大军 明天我陪云朝一起认 以我们叶家 跟盛世集团的关系 再加上 农爷队伍的气质 明天的合同 是绝对会出问题 嗯 那就谢谢叶少了 沐婉宁啊 沐婉宁 现在你已经失去了 总经理的位置 等你失去一切 入入尘埃的时候 我看你还愿不愿意 跟那个废物离婚 婉宁 委屈你了 害你丢了 沐家总经理的位置 我不委屈 婉宁你放心 我一定会帮你 拿回属于你的东西 对了 我现在被撤去 沐家总经理的位置 我想回公司 拿下我的个人物品 你一个人先回去吧 我送你过去 不要了 我想一个人走着 好 通知秦后楼 让他取消明天 盛世纪堂和沐家的情缘 陈寻 你说你要带我来见个人 怎么来盛世集团了 我今天要带你见的人 就是盛世集团的秦浩龙 龙爷 陈寻你别开玩笑了 龙爷在将多权势滔天万人之上 他这样的人物 怎么可能会见我呢 晚年我没有开玩笑 我和秦浩龙算 算是旧有 等一下你见了你就知道了 叶少 一会合同还帮撤两句 放心吧 我跟盛世集团的孙经理 那都是老朋友 他在你们这个项目能说得上话 等会让他美颜几句 你们把沐婉宁换了根本就不是善 嘿嘿 那就好 那就好 他们怎么来了 你们来干什么 沐婉宁啊 你不会是想冒充我和盛世集团签合同吧 我告诉你啊 你现在已经不是沐家的总经理了 区区沐家的总经理 晚年还不至于冒出来 区区沐家总经理 你还真把自己当成是条大人物了 我看啊 他是真觉得自己和盛世集团有关系吧 不过你也不想想 就凭你 你连盛世集团的大门都进不去吧 就是盛世集团作为将都第一集团 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不能进 保安 别说别说 等会给我看好 不能让什么阿猫狗无钻进去 知道知道 阿宁 你这稍等 我们签网合同立马出来 两位 我们这里可是私人办公局 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随便进的 他们能进 我们不能进 叶少 叶少可是一流世家的叶家大人 跟我们盛世集团已经合作了很多钱 你呢 我和秦浩龙已经约好了 你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就知道了 龙爷 你要是说别人 我也就信了 龙爷岂是说你约就约约了 把你给我滚 不然别拜我对你不客气 陈徐 没事 我确定还是打个电话问一下 免得 后悔默契 你一个骗子 还敢来威胁我 看来不给你点教训 你是不知道我的厉害 住手 你怎么来的 你在干什么 这个人是在门框岛啊 我是准备赶他走 他刚刚还大言不惭的 说他约了龙爷 龙爷是何等人物 怎么可能你说约就能约呢 您是陈先生 是我 龙爷吩咐我来迎接您和穆小姐 真的吩咐的东西 尽管对陈先生不敬 你以后不用在集团工作了 你别开除了 陈先生 穆小姐 龙爷已经在里面等你们了 这边请 范尼 我和秦先生算是救 昨天的贺 也真的是盛氏集团带我送出 夜后冒充 赵财宾试验部 他们根本不配着18件珍贵的 我已派人 将这批克追败 至于和穆小姐 本来就是因为陈先生的缘 所以我看好穆小姐 你能力的缘 现在他们竟然撤销 你顾家子经理的准备 那和总的签约 这次取消 这次叫穆小姐你过来 其实是为了三日后 盛氏集团的盛卡招生会 此次招生会的目的 就是将原本与穆家签订的 一百亿合同拿出来 重新招生 希望晚宁小姐到时候 罗莉莉莉现场 取消和我们家的核断 真心 说了 晚宁 我说过我会让赵老太就后悔 他就一定会后悔 取消 是啊 龙爷已经决定 取消了和费家族的签计 并且啊 在三日后 去向盛大赵少卫 曾经理 没有意义 抱歉夜少 这是龙爷的权 怎么办啊 要是奶奶知道 我们没有签成合约 一定会责罚我们的 木管您 一定是木管您 这跟木管您 有什么关系啊 啥 她肯定早知道 盛氏集团会都能 取消和费 所以奶奶那天 取消她总经理的职务 她才没做什么争辩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先回去 我要在奶奶面前 好 坐 老开军 这礼物都统一好了 盛氏集团送来的 十八件珍贵的礼物 一共价值五亿 价值五亿的礼物 爷少还真是有心了 那既然这样 那更不能让他含心了才是 那老开军的业 让老二夫妇 从国外回来 让他们 彼此晚宁离婚 已经通知二爷了 他们会赶最近的烦酒 奶奶 回来了 快 把合同给我看 奶奶 盛氏集团取消了 和我们的签约 你说什么 奶奶 我怀疑婉宁 根本就没有谈下这个合同 你这样我是傻子吗 盛氏集团如果没有原因 会临时变化 取消签约 是不是你言语不定 得罪了孙经理 奶奶 你明见啊 帮拉长得罪孙经理 我一过去 一句话都没说 孙经理就告诉我 要取消签约 好 老太军 我可以做成 的确不是因为云超 导致盛氏集团取消签约 而且 沐家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 盛氏集团将在三天之后 银招商会 到时候沐家参与竞标 机会同样回答 到时候 还好夜少一会 不好了 不好了 怎么回事 老太军 不好了 盛氏集团来人了 盛氏集团 他们是不是后悔了 现在专门派人来和我们签约了 云正 赶快去赢一下 哎 不 不是签约 他们 他们是来取回鹤里的 老太军 诗人不明 老眼空花 龙爷特命我来 损回鹤里 龙爷特命我来 损回鹤里 有没有搞错呀 这些鹤里都是龙爷带叶绍送来的 叶绍 他眼背 收回鹤里 我们走 欺人太甚 这送出去的鹤里还有又回去呢 叶绍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不是因为我送的鹤里 难道是因为那个废物 那废物在安静里 难道还真有什么身份 那个 这应该是有什么误会 眼下对木家最重要的 还是三天之后的招商会啊 对 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三天后的招商会 木云上 这次啊 要是还签不下合同的话 这总经理的位置 你就不用干了 你又要查一下 木婉宁那个废物老公 跟盛世集团的人员 到底没有关系 另外 让设计部的人加班加点 拿出最好的警票法 我要拿下班圈之后 盛世集团一百亿的合同 那一百亿的合同 对木家质管的 只要他到手 木婉宁才 逃不出我的手 掌心 天王 送到木家的十八件盒里 你全部送回 三天后的招商会 勿许出身所谓 他 只有等他重新做商 在家子 跟那个人吃 就倒送他一起 天王 还有一件事 我们已经查出 这是正常出手的人 十一号 他为了让天王宁迟到手边 特意请助理 匿名花一百万 正常出手 目的就是为了让夫人 与赵老太军不满 从而逼迫您与夫人离婚 叶浩 是叶家之子 我已下令 命盛世集团与叶家 彻底断绝关系 五天之内 我而叶家 总将都成名 专与夫人离婚 你这河头马上就残成了 非要让咱们 韩国有什么用 婉宁穆家总经理的位置 已经住了 要是我们再不回来 婉宁就要为穆家 赶出家门 一会见到婉宁 一定要让婉宁 回了个废物离婚 也不知道当初 你爸怎么想 非要让婉宁 嫁得这个废物 爸 我妈 别害我妈 我没有你这个女婿 就是因为你害了婉宁 丢了穆家总经理的位置 婉宁 你赶紧和这个废物离婚 我们去求求你奶奶 让你奶奶 把婉宁总经理的位置 还给你 妈我不理 不问题 慕云超已经吵到 你们婉宁总经理的位置 那一天 阿姨奶奶发怒 叫我们赶出牧子 你让我们一家人 跟着你和四百方去吗 爸你放心 我会愿照了 甘心恭恭敬敬地 求婉宁 去到婉宁总经理的 你也不抓着技术 看看你 你如果真用这个能力 满民婉宁总经理的位置 真的可能被丢 妈你相信陈寻一次 他和盛世集团龙一是旧友 穆家想要和盛世集团 签订他一百亿的合同 只有我代表穆家才可以签订 就他怎么可能和江户龙一是旧事 你别被他的发言交易给骗了 妈你再相信陈寻一次 他这次真的没有骗我 三天后的招商贺念 你又知道我没有骗 这婉人和陈寻都这么算 咱们三天后参加盛世集团的招商会 我就知道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 三天后盛世集团招商会 到时候你不能拿到盛世集团 这一百亿的合同 不能让婉宁重回穆家总经理的位置 你这个肺子就和婉宁离婚 阴长 等会儿你可要好好表现啊 奶奶你放心 这次说什么 把下这个合同 奶奶 我哥这几天啊 在夜少的帮助下重新修改了计划书 对比之前慕婉宁的合同呢 我们这次啊 对盛世集团进行了大幅让利 盛世集团一定会选择跟我们签合同的 嗯 你们怎么来了 妈 陈徐有办法让盛世集团和我们签合同 条件就是要满宁重回穆家总经理的认知 他有办法能让盛世集团和我穆家签约 你是不是出国一趟 人也出独独了 婶婶 你怎么也相信这个废物的话呀 他要是真有本事的话 怎么可能这三年一直在摆地摊啊 是啊婶婶 不要被某些人给蒙骗了 是不是蒙蔽等下你说的 没有吧 穆家不可能签下盛世集团 这老头 还在放大话 你是不是想说你一个摆地摊的 还有什么隐藏的大身份 能够指使盛世集团甚至将都龙野 陈徐 你就别吹牛说我们这份佛头跟你有关系了 要不是看在我穆家的面子上 你今天盛世集团招标会的规格 怕是你都没有进去的资格 我没有资格 就算没有穆家的赢面 我也能轻易地进入这招商会 好好好 老是要看看 没有我穆家 你们等一下要怎么进去 你们还不快走 板娘和我一起进去 妈 板娘和我一起进去 好 你最好有办法去 不然会少费养你 我们进去 嗯 奶奶你看 韩家家主也来了 韩家可是一流世家 不止 穆家也来了 你这韩家穆家 他们要来参加这竞标会 这不是代表着 一会他们两家 要与咱们一起竞争 他们都是一流世家 咱们穆家哪竞争得过呀 这二叔不用担心 我们有最好的合作方案 而且啊 我们是有靠山的 是啊 叶绍所在的叶家 可也是一流世家 而且他还参与了 这一次方案里修改 最好的方案 加上岳家的支持 就算是一流世家 也竞争不过我 沐家这次竞标 叶绍可是费了不少心 甚至 我们可不能含了叶绍的心 等一下招商会 只要我沐家能够成功签下 盛世集团那一百亿的合同 你们就给我让 婉宁和那个废物离婚 是 来来来 叶绍好像来了 走 包太郡 叶绍 这几天竞标的修改方案 可多亏了你了 等下竞标的餐饮 还要一少多费心了 等会我们叶家 一定全力支持沐家 好 奶奶 他们还真进来了 没有我们的邀请函 他们怎么进来的 还能怎么进来的 跟着其他人换进来的 包娘 跟着这种对付进来 只会拉紧人从此 你知道今天来这儿的 都是整个将都的 社会经营商界大 你要让他们知道 你跟这个废物混进来 不但让沐家闫脸扫地 还会成为整个江都的幸运 华英 你还不快滚过来 真让人沐家 你成为这些小子吗 奶奶 我们不是换进来的 我们有龙爷给的邀请函 你敢狡辩 那龙爷给的邀请函 这江都的一流世家 都没有那个连面 让我们也亲自给邀请函 咋有那个脸面 龙爷亲自给的邀请函 好大的口气 我沐家贵为一流家族 也没有资格得到 龙爷给的邀请函 整个江都 有那样的人吗 说不定人家真有邀请函 就是不知道在哪儿伪造的 哎 雷军 你刚伪造兽氏集团的邀请函 你找死 我还用不着伪造邀请函 秦浩龙送的邀请函很稀奇 能给我送邀请 反倒是他的人心 大胆 敢对龙爷不清 邓老大军 这人是你沐家的女婿吧 这沐家真是胆大 一个小小的三牛家族 竟然也敢对龙爷出言不逊 寒家家属明见 我们沐家可没有对龙爷不清 都是他陈循 自己口出狂言 对 都是他一个人的事情 和我沐家人 没有任何的关系 陈循口出狂言 即日起 我沐家与你断绝一切关系 奶奶 赵商贵 爷诉讽 你立刻与他离婚 不然的话 你也租出沐家 老大军 有过理 就算是惹怒了龙爷 也不会牵连到你们沐家 至于你 还对龙爷出言不逊 必死无忧 来人 把他给我拉笑 春君 没事 沐家家属 低流石家属 今夜之后 沐家家属 沦为三流石家 哈哈哈哈哈哈 春君 你还真是不知道天纲地物 啊 这沐家 互为江都一流石家 掌管这多小孩的杀生大学 你一个臭管地摊的 你一句话就能让他们 才算为三流石家 啊 哎 你该不会以为你混进来了 就能出声大声 我沐家传承幽语 立于江都数十载 全是滔天 在整个江都除了农野 堪称是万人之上 就凭你 也想给我们沐家降级 老沐 何必跟他废话 先将七拉下 转起一腿 一世扯见 让他知道 我江都的权贵 顶级的世家 可不是被一个小小的摆地摊的 虽可以挑衅的 我看谁敢 谁敢这个仙手 灭门 你是谁啊 我的身份 你还不配知道 我不配知道 你可知我韩家 在江都贵为一流石家 一言就可定多少人生死吗 一流石家 先生分手可灭 你就是那个胆敢 对先生动手的人是吧 拿下 演得好啊 演得好 陈雪 你还真是下血本啊 喊了这么多人过来陪你演戏 可你知不知道今天是龙爷举办的招商会 你带这么多人过来演戏是想挑衅龙爷吗 就算秦昊龙爷举办的招商会 你不要再闹了 你惹了我龙爷 谁也保不了你 你还说 你的目的就是要挑衅龙爷 弄砸了招商会 从而好让我木家拿不到圣事集团的合同 好啊陈雪 原来你真正的意图是这个 奶奶 婉宁就因为你辞退他总经理的赤物 怀恨在心 现在反过来针对我们木家 奶奶 恳请你将他逐出家族 要不然容易迁怒下来 眼泪我们木家呀 不不不 妈 这事跟婉宁没有关系 妈 这一切都是陈雪自作主张 你不能让婉宁逐出家族 都是你 婉宁本来在牧家总经理的位置做得好好的 现在因为你不仅失去了牧家总经理的位置 你现在赶紧放到汉家家属 跪下道歉 还有一丝挽回到余地 不是 那个陈雪 要不一起认个错吧 我认错 我何错之一 至于他杀人者横杀之 先前你要断我一条腿 现在也断你一条腿好 把他带下去 断他一腿 放开我 放开我 陈雪是吧 你真的敢动我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你要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 一个孟家的女婿 胆敢动我 孟家是顾不住你的 敢动我 我要你的命 我要你的命 传询啊 陈雪 你还真是无法无限 寒家乃一条家族 你却敢断他一条腿 看来你今天是铁了心的要梦法招生会了 你以为你这么做总能保全你的心 你知不知道我今天走出会场 使就是寒家要你命是谁 能命是谁 可你这么做 你连孟家一起去 你是想拉着孟家一起飞走 婉宁 你赶紧跟这个废物离婚 要不然 我们孟家可承受不住寒家的怒火 只要你跟这个废物离婚了 他跟我孟家就没有关系 这样寒家就是再笨动 也跟我孟家没有关系了 对吧 婉宁 我们孟家是三流世家 寒家是一流世家 他将寒家家族给打了 寒家人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你赶紧和这个废物保护礼 好别人关系 婉宁 婉宁 和她离婚了 爸 妈 陈轩签下账商会 婉宁是为了帮助我 拿到盛世集团的合同 婉宁怎么能在这个时候 抛她而去呢 难道你 是你要我孟家 至于死地 奶奶 是婉宁不孝 不能和陈轩离婚 从即日起 我去住婉宁 就算阿娘再怎么怪就到婉宁 也怪就不到婉宁头上 犯了 真是犯了 你竟然为了这么一个废物 要脱离家族 婉宁 你糊涂啊 都怪你 拍了婉宁丢了封聪 还要脱离家族 我们家园们好好地收拾 全面你就回了 你放心 万年失去了一切 我会把他逃回来 至于打伤寒家家主 要找我复仇 就凭他一个小小的寒家家主 他也配 实在猖狂 寒家家主不配 再加上我们墨家呢 算我业家一份 也算我赵家一份 也算上我孙家 算上我张家 还有我郑家 陈迅 三大一流世家 四大二流世家 不知道这样配不配 三大一流世家 四大二流世家 就算他们加在一起 在我们面前 又有了无意和意 陈迅你放肆 三大一流世家 四大二流世家 你知道在整个江都 代表什么吗 那个是代表了 江都最顶尖的权势和地位 你知不知道我们捏死你 就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 简单 陈迅 快 认个错 快说会长 去贵求 韩家家住原谅 说你 你还能借负一条命 你真的行 让万年 还一起丧兵吗 把我说了 就算他们加在一起 在我面前 又不过蝼蚁 威胁不到 更威胁不到万年 一个上不了台面的烂泥 找了几个人在这演戏 还真以为自己是个 什么屌不得的大人物 不用韩家家住车士 我现在就灭了你 来人 来人 将他给我拉下 沐家住钱嘛 对付他什么时候都可以 但毕竟招商会马上就要开始 这一切还是要等到招商会结束以后再跟他算账 是 陈迅 我倒要看看你到底能演到什么车 分析你最后的表演时间吧 闻女 我不知道你到底收了他多少次能陪他演这么一出大戏 可我告诉你你根本不知道他捅了多大 惹了什么样的人物 我看不知道捅了多大娄子惹到了什么样的人物应该是你吧 叶家和盛世集团合作多年 本来可以更进一步彻底的复用盛世集团 成为江都真正的有名顶级世界 可就是因为你叶家不仅不能更进一步不说 还被你彻底带入到灭亡的深渊 看来你还是入戏太深 你真当他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事 实话告诉我 他就是一个摆了三年地摊还要靠老婆接济的废物 在今天这个会上 他连给大家提鞋的资格都没有 我们叶家随便吹口气 多么意思 好了 招商会马上就要开始 等招商会结束 就是要他小命之时 诸位 今天的招商会现在正式开始 欢迎大家参加本次的招商会 本次招商会的主要目标是公司的景区开发项目 有意参加我们本次景区开发项目的 现在就可以把你们的定标书提交上来了 奶奶 放心 我们一定会中标的 嗯 婉宁 你们不是准备了方案吗 跟您叫方案交上去啊 放心好了 我已经安排好了 安排好了 再不叫方案交上去 连最后的机会都没法 婶婶 你还不明白吗 她那哪是安排好了呀 她是根本就不敢提交 因为她一旦提交的话 岂不是都露下了 嗯 各位 大家提交上来的竞标方案 我们已经审订完成 在提交上来的竞标方案中 我们一致认为 穆家的合作方案是最好的 云超啊 干得好 不光我将你提拔为总经理 谢谢奶奶卡姐啊 对呀 有些人啊 还说我们穆家没了晚宁就要濒临破产吧 我看啊 奶奶 你要是早把我哥提拔为总经理 我哥呀 送的不比晚宁差 嗯 啊 不回事啊 婶婶 怎么又让你失望啊 没有晚宁 我们一样要拿下满意的合同 陈雪 你之前不是跟我们说 你和龙爷是旧营 这个项目晚宁一定都拿下吧 这现在怎么回事 难道你一直都在骗我们 到这个时候 你还看不明白吗 这个废物 从头到尾都在骗你 那是我们太傻 才会相信他的鬼子 晚宁 我看啊 你现在跟这个废物离婚还为师部啊 毕竟叶少可还一直等着你呢 就是 赶紧离婚吧 你看这个废物 哪一点比得上叶少 叶少是一流家族的继承人 这个废物只会骗你 你要是跟了叶少 虽然不是我们穆家的总经理啊 但至少也能过上一遇时的生活吧 嗯 叶少 这一切还要谢谢你 要不是你这几天 帮盈超赶他案的话 我穆家也不会这么顺利 孙经理 刚好我上也有一个案件 请您过默 叶少 你这是什么意思 叶少 你是不是搞错了 叶少 你可别开玩笑啊 你不是说过要帮我哥 帮我们穆家拿下这个合同的吗 什么意思 到现在你们还看不明白吗 你们从头到尾 都被这个人玩弄于鼓掌之中 对 我们看了一下 一致认为 叶少的这一份方案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 都要比穆家的略胜一筹 叶少 你这几天帮我做的方案 原来都是陷阱吧 叶少 此事你给我如何解释 老太军 你先别气 我做任何事情都是有人 这份盛世集团的合同 对于我们叶家来说 无关键 但是如果婉宁能够 跟你废物一筷 我愿意将合同双手奉上 作为聘礼 叶少 我跟陈轩已经是夫妻了 你就算是给再做的聘礼 我也不会答应你的 婉宁 这可是一百亿的合同 叶少能拿出一百亿的合同 作为聘礼已经很有诚意了 你要眼睁睁地看着我穆家 损失这一百亿的项目吗 婉宁 要不你就答应跟了叶少 叶少是一流十家出身 又是民派大学 跟了他可以吃最好的大餐 做最大的别墅 最好的豪车 跟了陈徐 他能给你什么 什么给不了你 还只会骗你知道吗 婉宁 为了我穆家的将来 这次你必须离婚 怎么说的这份合同 好像已经被叶号签下来对你 这所有的竞标方案中 我们叶家的方案 所以这合同不给我 难道给你 你说的对 这份合同就是给我 欢迎 把方案给出去 孙经理 我们这里也准备了一份方案 啊 你们也有方案 你们知不知道 盛世集团这一百亿的合同 能够参与竞标的 最低也得是三人加算 或者有十个亿 就算你们的方案更索 但你们有资格参与竞标 哎 婉宁 穆家可不会为你做背书 所以你有十个亿 婉宁的这份方案 必然会被盛世集团选 老汉君 你还有最后的机会 让婉宁重回 穆家总经理之外 那么婉 将会为穆家 带来这巨额 行啊 别在这虚张声势了 你还真以为 你是什么大人物 盛世集团 看中你们的方案 他们连参与竞标的资格 都没有 这么做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婉宁 重回总经理的位置 奶奶 你可千万不能 被他们给骗了呀 陈旋 无论你怎么说 我穆家也不会 为你们背书的 你们要有能力 就拿出十亿保证金吧 各位先生 如果您不能找到 三流世家以上的背景 为背书 我们需要对您 进行资产审查 而您如果拿不出 十个亿的保证金 您将没有资格 参与竞标 如果您现在最初的话 还来的 一旦我们对您 进行了资产审查 而您不符合规定 那么我们盛世集团 将会对您提起诉讼 行了 可以啊 这某些人 要是再装下去的话 这可是要吃官司的 陈旋 你还不赶紧退出 谁说我要退出了 您能拿出十亿保证金吗 你自己姓称 可别害我们家的您 也跟着您一起吃官司 先生 既然你不愿意退出的话 请出示您的保证金 一马 六个八 先生 您的卡里只有三十六块八 三十六块八 我们家的佣人 一个小时的工资 都不止这么点 这说不定是他的全部家的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你是不是眼着眼着 真觉得自己有十个亿啊 先生 你是在耍我们吗 不好意思 哥哥拿错了 你试试这张 什么 这张卡里有三百六 哈哈哈哈 陈旋 你赶紧把卡收起来 别在这儿丢人了 孙经理 我看就不用让他失 他就是在浪费时间而已 是有什么规定 遵产审核只能审核一次吗 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上个八 密码 还是六个八 陈旋 就要是再审核一次 就不信 一个摆地堂的真能拿出 十个亿 我们沐家拿出 费劲 更何况是 怎么样 审查清楚了吗 孙经理 这位先生的卡里居然有十亿 十亿 十亿 这怎么办 他 他一个摆地堂上 哪来十亿啊 你 你是不是搞错了 孙经理 我真的没有看错 我先去看看 那么 我现在有资格参与竞标了吗 用用 我立马对您的方案进行伤好 陈旋 你竟然有十亿呢 我就说当初老爷子 还让我们家晚娘嫁给你 肯定是有原因的 老爷子当年 一手把沐家从屋带有 带到了三流世界 他跳的人那么容易有粗 陈旋 前面你说你和龙岳有救 这是真的吗 那 这盛氏集团一百亿的合同 岂不是 就是我们家晚宁的 妈 晚宁真的拿下了盛氏集团 最一百亿的责任 如果晚宁 能与盛氏集团 成功签下这一百亿的话 我沐家总经理的位置 就还是 孙经 虽然我不知道你哪来的事 但你能拿出来这十亿 有多不 这盛氏集团一百亿的合同 可不是光有保证金就行 要光有保证金 区区十个亿 我业在轻而言 就是 这十亿 只是参与竞标的资格 你最终这百亿项目 花落谁家 那还是要看方案的嘛 对不对 那我们 拭目以待 经过我们的审核 沐婉宁小姐的方案 确实不错 但是将对于夜少的方案 还是略逊了一筹 所以我宣布 今晚 合同府 龙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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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原本以为招商会结束之时 才是你的死期 可现在龙爷了 你的死期也就到 假冒勤奖 混进会场 打伤寒家家主 这几件事情 随便一件都能要了你的死 是 是 陈学 都这会儿了 你还死成长 你是要将自己 最后一次生计都断送啊 天作你也有可恕 自作你也不可活呀 你还真当你跟龙爷是旧友 你说 谁不可活 龙爷 此人刚才大闹会场 他虽是我沐家女婿 但我沐家绝不袒护 我沐家决定将此人交于龙爷 任龙爷处置 龙爷 此人冒充是您给的要心 可是我们三大一流家族 都没轮得像是让您亲自给要心 他何德何德 让您亲自给要解散 不仅如此 他还藐心将多权贵 他还打上了韩家家族 不错 此人无法无天 他只不过是沐家的一个女婿而已 竟然在这里大言不惭 要将我们沐家 降为三流师家 我是怕打扰到招商会的正常进行 否则 早已争取了 眼下 龙爷您来了 还请您 处置这么无法无天的狂托 处置 我看处置的是你们 啊 啊 龙爷这后期怎么好像是对我们有些误瞒呢 也是 我们放任成军大道会上没有提前将其处置 虽然是勉强保持了招商会的进行 但也确实这么有 哎呦龙爷 这事确实自我考虑不中 我这就把他处理掉 陈玄 现在龙爷已经到来 你的谎言已经瞒不住了 你现在赶紧向龙爷求饶 或许还有一线生气 晚宁你也是的 大家劝你离婚是为了你好 现在好了 你跟着他想不到荣华富贵不说 还要被他牵连 蓝牛 你现在立马和他离婚 我们求求龙爷 相比龙爷不会怪罪于我们 蓝牛 你 自己做决定吧 爸 陈玄真的是龙爷的救援 而且 之前他真的受到惩罚 我也愿意和他一起承担 晚宁 你 你 齐浩龙 和他们介绍一下吧 我的身份 还身份 你这会儿还大眼不在 放死 即可知故龙爷明慧 来人 刚 是你说的自作念不够 龙爷 我 那哥 尽管祖救陈先生 龙爷 是不是搞错 陈玄他只是个摆地摊的 搞错 陈先生是我的好友 我怎么会搞错 龙爷 你真的认识陈玄 陈先生 陈先生曾救过我的命 是我的救命恩人 救命恩人 陈玄是龙爷的救命恩人 这怎么可能 陈先生 误 这一切都是误会 为了表示欠 我们穆家 愿意出武艺 作为赔偿 龙爷 他真的是你的救命恩人了 这还有假 好 既然如此的话 我业家愿意赔偿 一些都是误会 我们赵家也愿意拿出一个亿 作为赔偿 我孙家也愿意拿出一个亿 作为赔偿给陈先生 我们郑家也愿意你 什么十亿 陈玄你快答应啊 十多亿的赔偿 十多亿的赔偿 好大的手臂 只要陈先生满意就行 钱 我不要 你们 全部自费吧 陈先生 您开玩笑了 怎么 你们觉得我是在开玩笑 先前你们要费我的时候 可不是在开玩笑 陈先生 这都是我的部队 是我处事不中 冒犯了您 因此 我愿意拿出赔偿 对你赔礼道歉 如果你觉得赔偿不够 我还可以赔偿家 六亿 七亿 八亿 十亿 只有您满心 我们都愿意赔偿家 对吧 对 我们都愿意赔偿赔偿 陈玄 今天确实是我 你要多少赔偿 我都可以赔 但你要我 全部自费 是不是有点太多都逼人了 今天再上 全是江都最等级的权 你轻飘飘一句话 就让我们自费 陈玄 告诉你 这绝对不可能 陈玄 叶少所言有理 你不要一气用事 一下得罪了江都世家的人 对我们没有好处 替我看 先说众世家的赔偿最好 哪有放着钱不要 偏要大家自端的道理 陈玄 你救了龙爷一命 可以要懂分寸 众世家的赔偿 足见成语 你不要太过了 之前他们要断我腿的时候 你们不觉得过分 他们要废我的时候 你们没有劝他们要有分寸 现在轮到我 让你们觉得咄咄逼人了 既然如此 那我还真就 咄咄逼人了 陈玄 我们给你面子 是因为你是龙爷的救命恩人 别太得罪减持 你的底气 你的权势 全都来自于龙爷 要不是他 你就是那个摆鸡摊的废物而已 你救过龙爷 我们叶家 同样为龙爷流过血流过淫泪 龙爷 他是你的救命恩人 所以我们愿意受 让他太得罪减持 还请龙爷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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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他们都想你做主 那就你做主 是 既然你们都想让我做主 那你们就都听陈先生 都自费吧 龙爷 怎么 办不到吗 龙爷您贵为江都至尊 众世家为您马首是真 您的话 我们自然不敢不听 那你们还不自费 是 陈雪 今天我们是在 您虽然是龙爷的救命恩人 但今天这点恩情用完之后 看之后我们江都众世家 是此刻对你进行报复的 我穆家将亲其全力进行报复 我们赵家将亲其全力 进行报复 我孙家也将亲其所有报复 我张家也亲其全力 张家亲其全力 陈雪 你惹大货了 你本来拿着 好好的赔偿就行 你偏偏不拿 现在惹得众多世家 亲力报仇 到时候 你拿什么来抵抗 他们的报复 陈雪虽然是龙爷的救命恩人 但过忧不起 如果真的将众世家 逼到绝路 众世家绝对不会甘心 这一代费 陈雪 要不就放过他们一马 小城大剑 收下他们的费力 至于自费 就不用了吧 既然把你们都这么说了 那就放他们了 陈先生 这样就对了嘛 沐家的武艺赔礼 马上就到 我叶家的赔礼马上也到 别的世家都可以赔礼道歉 但唯独你们不行 陈雪 你什么意思 你们也不用自费 今夜之后 沐家降罪沦为三流世家 而你叶家 两日之后 将都除名 要把我叶家从江都除名是吧 开雪 太过分 我就是过了 你又能如何 龙尹 你为江都之尊 要我自费 我也不得不走 可此人却要我叶家从江都除名 真是要我赶尽杀绝呀 叶家做不到 也不可能做到 我沐家 辛辛苦苦数十载 经过几代人的打拼 才将沐家 拉到伊丽世家 如今他一句话 就把我们沐家 变为三流世家 沐家 哪一聪明 你们 连我的命令也敢违抗了 龙尹 您让我赔偿十一二十一 甚至让我自费 我都可以答应 但您让我拉着整个家族 一起赔偿 说我难以做 春雪 你今日如此逼迫我 你就等着日后几大家族 一起报 龙尹 你告诉我 好了 闲事处理完了 该处理正事 正事 你把江东世家都得罪完了 还有什么正事 当然是让婉尼 重回沐家做经理的正事 春雪 你说什么意思啊 春雪 你可还没拿到 盛世集团的合同呢 是吗 那就宣布吧 我宣布 今晚招商会的重标者 是沐婉宁小姐 婉宁 妈 如今婉宁拿到了 盛世集团的合同 那你 我知道了 赵老太君 婉宁若是重回 沐家总经理的位置 那盛世集团的正合同 就很剩一件 可是如果你执意不约 婉宁重回 沐家总经理的位置 那盛世集团的正合同 就彻底与沐家无缘 元朝 你卸任 沐家总经理的位置 是哪的啊 知道 婉宁 前面是奶奶的不是 你重回 沐家总经理位置吧 是 奶奶 哎呀 二位 我当如何行事 陈寻此人做事太过好 我韩家 绝不会坐以待避 陈寻只是旧的农营 便依此邪功妖子 要将我叶家在江苏除名 跳下二位家族 打落手三轮手 如此 当时 他救过龙爷的命 龙爷现在是铁了心要报答救命之人 我们又能如何 我看你 哦 叶少 这里面 有何说法 说法都知 我就是有些个人犯案 这招标晚宴上 江苏重世家 龙死上 陈寻作为他的救命恩人 以救命之恩 变效凌刑 这龙爷 贵为江苏制度 完全就是碍于情命 明白意思是 这龙爷铁了心要报答成群的救命之恩 况且 龙爷帮了他一次 难道还会帮他第二次 报答也是有记忆 况且我父亲已经拿出了几半个家产 准备献费 我就不相信 还会继续对承寻 继续保证 叶少所言顺势 这要是没了龙子 我们捏死承寻 他不跟捏死我还一样去 好 我立马就去安排 让他小子死亡掉身之地 也好把我这断腿之筹 盛世集团 已经成功与我沐家签下合同 一百亿的合同 足以让我沐家兴盛 甚至依此晋升二百亿之筷 妈 这一切都是晚宁的功能 人头 你等一下和晚宁交接一下 将总经理的位置还你 奶奶 谁要把总经理的位置 找回晚宁啊 不给他 难道给你呀 当初沐家面临危机的时候 可是晚宁那时候将沐家救回来 如今圣氏集团这份大合同 可是因为晚宁才成功签约 你能为沐家带来什么 晚宁给沐家带回了圣氏集团的这份大 这总经理的位置就应该是他的就特定了 那陈寻的那十亿 嗯 陈寻现在已经得罪了沐家 叶家和韩家 三大一流世家的报复 他肯定抵挡不过 与其等他死了 还不如现在就让他把那十亿拿出来 就是就是 怎么说我沐家也养育了他三年 他既然有钱了 报答一下我们 那也是理所应当的啊 那十亿是他自己的资产 哎 二徒你这么说就不对了 我们又不是真的觊觎他的十亿 只是他现在得罪了叶家 沐家韩家 我们就是暂时帮他处理一下这些钱而已 奶奶说对不对 陈寻的十亿不能动 哎 陈寻他就是一个摆地摊的 哪来的十亿 那十亿极有可能是龙爷给他的救命之恩的报酬 龙爷的钱 就算他死了 也能斗 那我们就这样也承他看着 龙爷的钱还轮不到我们岔数 但四大二流世家给他的那四亿 黑礼确实可以 陈寻 谢谢你 要不是 我签文恰成是极难的佛同 也做不回我们家农经理的位置 我们是夫妻 不要说这件外 啊 对了 那十亿 你还是还给龙爷吧 十亿 你说的是那十亿保证金 我们结婚三年了 你有多少钱我还不知道吗 那十亿是因为你救了龙爷 他去借给你的吧 而且 盛世集团合同我们已经签了 十亿 你还是还回去吧 还您我 十亿虽然多 但不是我们的 哪知也没有异样 而且 我们以后好好努力的话 这十亿 我必须也赚不回来啊 万宁 我有事情要跟你说 你知道天王殿吗 听到过一些传闻 据说是一个全世滔天的存在 曾经数次为伯利供 就算是龙爷杖和江林至尊 在他们面前也不配相提并论 我 就是天王殿店主 我说的是真的 好好好 你说的都是真的 喂 妈 赵孙 张胜 四代二流世家的佩礼 已经送到了 他们不需其他人接受 你和陈勋 赶快回来吧 好 我知道了 四代二流世家的佩礼 已经送到了 他让你回去议局吧 走 孙总 我是陈勋的岳母 你这批偿款呢 给我和给她是一样的 是啊 孙总 陈勋是我沐家的女婿 你们的佩礼 跟我们沐家也是一样的 抱歉 赵老太隽 这个佩礼呢 是我们给陈先生 我们务必要亲自交到陈先生 是不是 是啊 这如果不亲自交给陈先生 龙爷快就下来 我们都担待不起 昨晚在运会上 您沐家将陈先生 已逐出了沐家 如果我们交到您手上 出了声音差错 我们可担待不及啊 啊 来了 见过陈先生 陈先生 这是我们四大家族 对您的佩礼 每家里跟你 还往年龄查验 陈先生 这叶家 穆家 寒家 三大一流世家 每年给您送出最后的成品 只有您愿意和解 这三大一流世家 愿意拿出百亿 你进行赔偿 陈勋 百亿赔偿 你快答应啊 陈勋师不如少一世 陈勋 你答应了吧 大女帝平常 真是好大的成品 可惜 已经晚了 沈先生 立刻考虑清楚 这三大世家的 萧家和甘山地固 文康局 这算是文明的救命之 可是救命之 挺有信的 这三大一流世家 得最强 他请这个先生深思 四大家族的赔礼我接了 但这是一个 这本病 那陈勋在这 告辞 陈勋 你是不是有病啊 放着一百亿不要 非要跟三大家族作对 陈勋 你想找死 可别拉上我们穆家 马娘 陈勋要找死 你赶紧跟他发清界限 要不然会连累我穆家的 你可是我们穆家的经理 你要是铁了心 不跟他离婚 那你就把总经理的位置 告出来 总经理的位置 是晚宁替穆家 签下了盛世集团的合同 才拿下来 怎么可能让死 不让输总经理的位置 沈善 你难道想看上我们穆家 成为三大世家的 报复内向吗 都怪你 天要逞强 三大家族都拿出了 百亿赔偿 你还不答应 现在连累我们家乃名 跟你一起承受 三大家族的报复 三大家族对我而言 只是龙眼 威胁的 更威胁到我 陈旋 你做什么白日梦的 你的权势 你的地位 你的仰仗 哪一个不是来自龙眼 旧病文秦在的 昨晚龙眼已经 暴打得差不多 你怎么还能想着 让龙眼再帮你 没有龙眼帮你 你怎么对付三大家族 怎么保护万宁 是啊 陈旋 你就接受 三大家族的和解吧 放 别的事我都可以帮你 我一顿这阵之所欺 明完不灵 知名不入啊 好了 陈旋 你为我牧家 带回到盛世集团的和解 我感谢你 可你千不开万不开 调出三大家族的队 我牧家的实力 你也知道 不可能能打入三大世界 不过我给巴黎 万宁可以 这份 我们也不可以 保护万宁的安排 但是 条件事 四大家族 陈旋 场里的四名 要交给你 你去 原来说了这么多 你们想要的是这四名 哎 陈旋 怎么说我们牧家 也要罚你三天 你都要死了 把这四名交出来 又怎么样 而且我们牧家只是暂时 帮你保管的四名而已 你不是说三大世家 在你眼中宛如蝼蚁吗 好 只要你能抵挡得住 三大世家的报复 那我们牧家自然 也会将这四名还给你 奶奶 这四名是四大家族 给陈旋的赔偿 怎么处置应该由他自己决定 我们怎么能在这个时候 落点下石呢 万宁 刚才爷爷也说了 这四名只是我牧家 暂时替他保管而已 只要他能在三大家族的 暴君活下来 我牧家还不至于能 杀他这四名 有礼到 怎么还有礼 四大二流世家的赔偿 不是都已经在这了吗 啊 我知道 一定是知道我牧家 签下了寿氏集团的合作 知道我牧家一飞成天在祭 将从其他世家送来的恶礼 嗯 祝寡家 快去相迎 是 叶家 牧家 寒家 客来给陈先生送礼 叶家他们还真是大度 某些人这么咄咄逼人 他们竟然还送来后礼呢 嗯 叶家 牧家 寒家 客送棺材一步 给陈先生 陈先生 请收好 陈先生 请收好 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以内 叶家 牧家 寒家 江都 除名 一个小时 陈先生 我钦佩您能救得了龙爷 获得这滔天富贵 但叶家 牧家 寒家 在这江都 根深地固 就算是龙爷亲自出手 没有几年时间 这三大十家 也不可能在江都 除名 要我三大十家 一个小时之内 在江都除名 好大的口气啊 我看 用不着一个小时 我现在 将你先解决掉 招牧太军 借牧家 地方一用 来人 先将他的腿 给我打断 住手 怎么 这牧家 也叫我参与进来 牧子误会了 这是你们的事情 我牧家 绝不参与 婉宁 你给我回来 奶奶 陈寻才刚给牧家 带来一支 一百亿的河通 我们牧家就对他 自治不顾了吗 牧婉宁 你是想害死我们牧家吗 你敢还手 牧婉宁 你敢造反 奶奶 是颜艳先对我动手的 颜艳对你动手 还不是因为你死活的 护着这个废物 牧婉宁 你言道歉 我道歉 我明白了 明白了就好 明白了就赶紧 对这个废物离婚 免得牵连到我们牧 奶奶 从今日起 我脱离牧家 从此 和牧家带来关系 牧婉宁 你知不知道 你在说什么 奶奶 我知道 婉宁 你好不容易 拿到牧家 总经理的位置 你可别糊涂呀 妈 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当初牧家 瀕临破产 是我没日没夜的动作 将牧家 从破产的边缘 拉了回来 可你们却轻易拿掉 我牧家总经理的位置 还要逼我嫁给叶昊 那个我根本就不喜欢的 富二盖 只要你嫁给叶昊 那不都是为你好 这次集团的合同 是陈徐帮牧家拿回来的 你们不仅没有一点感激之情 还要将他逐出牧家 还不是因为他得罪了三大世家 要不是如此 我没有怎么会将他逐出牧家 眼下 你们还要抢走这四大家族 排场四役 现在寒家打上门来了 你们却又怕连累到你们自己 要将他逐出家族 还要逼我和他驴端 可我和他生气呀 目光短浅 不情不义 主事不公 这目家 我不待也罢 万宁 别说了 你千万别往心里去 万宁 这一时口快 一时口快 我看这才是他的心里话 万宁 你居然为了这个废物 要脱离家族 而且你居然敢指责奶奶 此事不公 莫万宁 现在简直是无法无欠 不敢吃死我了 既然如此 从今以后 你和我母亲 被我挂克 万宁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万宁 既然你脱离牧家 那就与牧家这无关系 来人 将他给我也拿下 你到底是谁 我是谁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十分钟之内 寒家爆产 十分钟之内破产 就凭你 不怕告诉你 在你解决了我们最后的和解后 叶家 已经拿出一半的资产 献给了龙野 你以为龙野还会在帮你吗 就算龙野肯帮你 十分钟之内 我也绝不可能 我寒家 可不是认识拿捏的龙野 是吗 让我拭目以待 洛林 通知下去 十分钟之内 寒家破产 是 家主 不好了 家族公司 遭受大量攻击 寒家破产了 你 你在怎么做到 我怎么可能在帮你 你怎么笃定 秦浩龙不会帮我 就算秦浩龙不帮我 在美人里 你们不过努力 残之可灭 我寒家 在你眼中 包括是残之可灭 想必这 叶家和穆家 在你眼里也是一样 我寒家认识 我已在江都除名 只不过这一切 都是我一个人的错 希望陈先生 你能放过 寒家其他人 而我有愿的是你 只要你寒家 其他人不来生事 我自然不会 牵练到他身 多谢陈先生 算算时间 韩总应该 已经拿下了个废物 既然那个废物 拒绝了我们 最后的设计的提议 那我们就成全 问他一块关子 接受 寒家不成 寒家家族的 保全寒家的后人 已经选择张东除名 说什么 完了 这一切全完了 寒家和我们穆家 我们一六家族 现在却沦落到了 破产出名的地步 寒家当初 我穆家拿什么党 你们天下拿什么党 冬月 吉利是冬月 冬月何几乎 竟然为了救命之恩 要向我们三大世家军死定 哎呀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 我们完了 不 还没用 没办 难道 你有什么办法 半个月前 我父亲就有个消息 天王殿的天王之位 已经有了归属 十日之后 将举行既日移世 所以我父亲半个月前 就抵达了上去 更是穷尽关系 才拿到一个官邸 更是要献上 我叶家的一半价储 以得到那位天王的心 要是能得到 那位天王的青睐 他能也能耐不耗 把我们都逼到这个份上 来现在就给我父亲的电话 让我们献从业家全部家产 啊 全部家产 业绍这是要公正一致了 我这样做 我们可以 好 我目前也愿意献出所有财产 好 既然如此 那我们的数损就更大 只要能得到那位天王的青睐 你我的家长 又能算来什么 或许啊 我们还能因此更敬意 陈旋啊 陈旋 你以为你喷上东西 叫他跑跑夜 搞得 没那么说 夜神 不好拉死 你让我走 陈 陈旋带人杀上门来的 说什么 陈旋 你来干什么 自然是 礼尚往来 看什么看 过来 陈旋 你以为你赢了 但我告诉你 我们还没数 我父亲已经去上京 面见一位万人之上的大人物 只要能够得到那位大人物的扫失 就算是龙爷可帮 你也死定了 好 在这江东 还有人在秦号龙之上 龙爷虽然是江东之尊 但毕竟江东就是个小地方而已 怎么能跟那位大人物 那位大人物的权势 远不是你能想象得到的 你只不过是一个借助龙爷权势 胡家虎为的小爬虫而已 又怎知那位大人物权势滔天 叶家若是得到那位大人物的赏识 将就此轻云之上 一步动天 而你就算有了龙爷的支持 也挡住 我知道 你们是以为我借着秦号龙的权势 但即便没有秦号龙的权势 你们在我眼中 也属不留意 别说大话了 神学 我也不怕告诉你 我父亲面见的那位大人物 甚至天王殿里那位即将登位的天王 天王殿 天王 忘了 你怕是连天王殿都没有听说过吧 更别说是那位即将登位的天王 天王殿 是大周最顶尖的事 屹立于万人之上 更是数次为我历归 而天王殿里那位天王 更是权势之殿 万万人之上 就算是龙爷 在那位大人物面前 也挂住龙子去办 那先生的身份 您可知道 他就是一个摆了三年地盘 大部分时间还要靠你 七次 为了 要不是脚先救了某子 把你都搞跟我叶家交叉 你不是要将我叶家重复吗 怕是没机会 我叶家和墨家 竟拿出全部家庭 十日之后天王登陵宝座的事 这家庭全部限出 陈徐 你的动作晚了 就算龙爷现在帮助你 我们两家已经没有财产主期了 二十日之后 我们会将全部财产献出 到时候求饶的 就是你们呢 是吗 那我倒很期待那个谁 到时候带上这个棺子 因为这可能是你们那个时候 唯一的资财 晚年疫情破零过去 你立马让我去成立奖公司 一万年 另外 全面断绝和墨家的生意往来 和人切自主 让秦浩王也去想 墨家的那一把地牢 墨家能够今天 全部都是因为我们最爱动的扶持 如果我们断掉与他们的一切生意往来和资助 那么墨家立马就会陷入到困境之中 多个项目 他们甚至连资金都拿不出 最多不过数日 墨家就会面临到破产的地步 我能帮助墨家是因为王国人一起 现在马尼已经脱离了财产 那么墨家的死 自然和我们也半点联系 那赵老太君 一心想让墨家从江都的三流石家 继生为江都的一流石家 所以天王宁让秦浩龙准备了盛世集团 价值一百亿的合同 有了这一百亿合同的助力 再加上天王殿 名下的企业一直在暗中扶持的墨家 墨家自然而然 就很顺利能晋升为江都的一流石家 可是那赵老太君老眼崩花 目光短浅 竟然逼得夫人从墨家离开 现在别说是江都的一流石家 就连三流石家 当把你抱住 当初是万里一手将濒临破产的墨家救过 现在墨家重新起来 他们以为没有万里就没有关系 那我倒要看看 失去了我的安州扶持的墨家 还能不能保住这三流石家的位置 可是夫人身上流淌的到底是墨家的鲜血 墨家公司也是夫人费了几年的精力 才带到现在这样 现在要是让夫人放弃工资 脱离墨家 只怕他心里也有所不堪了 所以我才让你安排去断绝和墨家的一切生意往外和资质 一旦到了那个时候 墨家就只能求完安全 对了 叶家和墨家与店里的关系 他们好像是走的您的亲位 罗依晨的关系 叶家家主叶豪 在半个月前得知到您要回归的消息之后 就赶到上京 通过关系找到了罗依晨 他们原本想拿叶家一半的财产 买一件宝物献给您 但是因为眼下的关系 他们两家决定拿出全部的财产 想等到您登临天王之日起 献给您 以获得您的亲爱 通知罗依晨 让他赶赶交通 是 林善 叶善 你们后面就配合云超的工作 是 林善 对 盛世集团的合同 关系着我墨家 晋升二流世家 乃至一流世家 一切不容有失 你就放心吧 我这次就让您看看 晚宁能做到 我能做到 晚宁做不到 我一样做 你赛赖 我哥这次啊 可是费了不少的心思 今天晚上还在江湖最好的餐厅 利卡顿 约了盛世集团负责这个项目的孙经理 这个孙经理啊 是全权负责这个项目的 我们只要讨好了他 就算没有晚宁给陈勋 我沐家 也一定能很好的完成这个项目 预导 陈勋 你带我来这做什么 听说这里新来了一位大厨 所以我订了天资荷包 带你来称 另外 我还捡你一个 你们怎么也来了 来这里能做什么 当然是来吃饭了 对 这边谁 我唐姐 沐婉宁 以前是我们沐家的总经理 不过现在已经脱离沐家了 至于他 叫陈勋 是一个摆了三年地堂的肺 哇 验验的唐姐 我叫李健 是盛世集团投放部的经理 你们沐家本就是三流世纪 现在拿到了和我们盛世的大合同 晋升一二流世家 指日可待 婉宁小姐 现在脱离运行 是不是有点赔你这个 至于你 脱离了婉宁小姐 不说 还不务正业 怎么抵她 这样吧 我们公司最近招宝 我可以介绍你来我们公司工作 要不然 以你摆地摊的收入 可在列卡洞区上一层 不知道要摆错到 就怕你敢让我去盛世纪 来当保安 秦浩龙却不敢要我 是胡龙爷明会 陈徐是龙爷的救命恩人 什么 所以你现在还敢让我去当保安吗 不过你也不用太怕他 他虽然是龙爷的救命恩人 但是想来那点人情已经用完了 不然我怎么听说 穆家和叶家到现在还好好的 怎么回事 他赵你是龙爷的救命恩人 非要跟三大一流世家作对 虽然现在 韩家已经在江都除名了 但是穆家和叶家还好好的呀 原来如此 侥幸救了龙爷一命 然后如此老险 穷人诈富 着急忙慌地花光了所有的情侣 龙爷的恩情是何等的机遇 你居然就这么浪费他 一下就消耗战性 还给自量力和三大家族作对 别把你的眼界带入道路 在你眼中的宝贵情人 对我而言也许不值一提 不值一提 陈学 要不是有着龙爷 你以为你能躲得过三大一流世家的抱负 还能有钱来利卡顿这样将都最顶级的餐厅消费 就算他能来利卡顿消费 我们今天要去的弟子号包箱 也不是他就不进 那是 利卡顿的弟子号包箱 可不是有钱就能订得到的 就算是我哥 也是花费了一些人情 才订到利卡顿的弟子号包箱的 你也就配在哪里 差点忘了 在大厅吃饭也是你的殊柔 好好享受 要不然花光了龙爷给你的救命钱 你就又要从心里去来递他 陈雪 我们刚才应该是什么包箱来着 天字号包箱 天字号包箱 你 陈雪 你可知道利卡顿的天字号包箱 一个月才开一次 每次预定至少都要提前半年 就算是二流世家 有时候也未必能预定得到天字号包箱 你为了点面子 连这种话你都吹得出口 我说谭姐 你以前好歹也是穆家的总经理 利卡顿的情况你应该也是知道的 怎么连你也相信这种鬼话 还是说 其实你知道实情 但是为了点面子 陪着他在这一起吹牛 所以我说 在你面前 做不到的事情 对我而言 不至于 穆安静 你走吧 服务员 诶 你们怎么也来 陆安静 我不知道你怎么知道的 我今晚在这里练请尊经理 但是我告诉你 你现在已经不是我们穆家总经理了 所以你无权参与穆家与盛世集团的合作 汤哥 我和陈天只来这里吃饭而已 吃饭 这里就弟子号包厢和天子号包厢 弟子号包厢我已经订了 你不要告诉我 你们订的是天子号包厢 哥 我看 他们就是来捣乱的 我还以为你们真的是来吃饭的 现在看来 你们是来抢夺盛世集团的一百亿的合同吧 我承认 穆家能拿下盛世集团这一百亿的大合同 确实是因为你是荣爺救命恩人的缘故 但现在合同已经拿下了 你再来抢 是不是有点太晚了 虽然我们是来吃饭的 但我还是要提醒你去 合同签下了 会不及问 什么意思 难道盛世集团还能毁约 盛世集团当然不会毁约 他就是在这耸人听闻 我原本以为你真是来这吃饭的 没想到是要过来搭上孙几儿童 既然如此 你们也就不用在这待了 服务员 李经理 怎么办 是我们有什么招待不周吗 不是你们有什么招待不周 是你们的安保系统应该升级了 让两个没有用餐资格的人都混到这儿来了 利卡顿作为将都最好的酒店 天字号包厢更是非权贵的不能进入的 你却让这两个东西混到这儿了 这游森你的生命 没有用餐资格 李经理 您稍等 我马上就处理好 二位请问有在这预定吗 当然 就这天字号包厢 陈旋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吹 天字号包厢 你也不想想 你有预定的资格吗 如果没有预定的话 是不可以切入的 老大不周 二位请离开 我说了我们订了天字号包厢 你要是不相信可以去查一下地方信息 陈旋 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冷光啊 没有龙爷的人情就凭你也可以订这天字号包厢 真经理是吧 千万不要被他蒙蔽 他就一摆了三年地摊的废物 就凭他根本没资格定证天字号包厢 二位啊 你们要再不出去 我可能叫华人赶人了 作为服务 还是将冬最好餐厅的机会 你们就这么对的客人 二位啊 客人 那我必须好生招待 可如果要是来捣乱的 那我也不能放任 孙教理 别跟他废话 叫华人赶人了 二位 再不出去 我叫华人赶人了 华 二位 现在是自己出去 华人赶人 还是我为请你住的国库 都给我住手 这些账 哎老板你得等我啊 你敢换点东西 哎我怎么来了 老板 是我处理不中 是我做的不好 没有及时将他们赶出去 影响了我们餐厅的生育 哎这虽然这事是虽然不临及时 但是也怪华人的皮太厚 是啊郑总 这事不能全怪孙经理啊 郑总我们开场就处理好 把他们俩赶出去 你真是要把谁话赶出去啊 陈先生对不起 让你受刑了 这件事情我一定给你一个招待 郑总你是不是搞错了呀 这人是我姐夫 我对他再了解不过了 这就是一个摆了三年地盘的废话啊 是啊郑总 你是不是搞错了 我搞错了 餐厅是我的 还是你们的呀 先生可是我签字号包箱的贵客 签字号包箱的贵客 怎么怎么可能吧 郑总 是我不对 我受人谋病了呀郑总 不是 都是你 你小子你害不过了 行 你小心点啊 李健 还有这个贱人 贵客 贵客 郑总 我知道是我错的 可怎么让他们误导的呀 陈先生 先生我知道我错的 我对不起你 只要你在开拓我 你怎么罚我都行 我上游了 现在我想我真的不能没有这份工作呀 都做事就要承担自己 刚才我已经给你了 现在 完了 陈千林 从现在开始 你们给你出了 来人 我带下去 郑总 我这么多年没听大笔 你不知道我老家有小王郑总 你不能开拓我 郑总 在你们眼中 签字号包箱是高不可攀的存在 但在我们眼里 它就只是个吃饭的理由 所以 别用你们的内容 来衡量我的层次 外里 我们继续吃饭吧 嗯 陈先生 我想想 要不是靠着龙爷的余威 凭他 怎么可能订得到天子号包箱啊 行 我说了 来 你家 知道 这次没关 元元 你确定他跟龙爷没有任何关系了吗 龙爷要是和他还有关系的话 又怎么会在除掉了韩家之后 还留着沐家和叶家 线下订到这个天子号包间 应该就是龙爷对他最后的回报了 好 这个称号 我一定要报 晚年你尝尝 这些都是利卡顿新来的那位大厨 亲手公主 提出为了暗子 自立 万年 这个 是给你的礼 真是你 为我创建这个公司 这 这太贵重了 我的就是吗 有什么贵重的贵重 因为我 你脱离了沐家 你失去的 我都会给你拿回来 李贱 你找的人到底套不套服 你发现 花了二十万 这一小只成物 还让他一场这 如此 虽是我沐家女婿 但我沐家绝不倘护 他虽然对龙爷有救命之恩 可做事如此之过分 想来就算龙爷知道了 也不会说什么 那 龙兄 终于来了 哎呀 你李大经理都开股了 兄弟们哪个在买 说吧 让兄弟们今天帮你教训谁呀 一个不开眼的废话 简单 你让兄弟们怎么做 兄弟们就怎么做 我腰疼牛腿 好 好 哎 不过不说好 事成之后 那二十万的方便 哎呀 龙兄放心 事成之后那二十万 一分不少 答案张无数 我再问一遍 你让我报复这个 到底有什么事 陪权没事的 小鹿而已 况且王兄 你是郑老大的新妇 郑老大又是农爷新妇 整个江都 哎呀 你不敢舍 本来郑老大靠守着天王三年的巨大功劳 能一飞冲尖的 现在没有功劳 还被龙爷发飞到了边缘区 辛苦 现在叫老大 把杀了我的身体 没想到吗 这一想之仇 不可能就这么做 那家伙听你 那我 不算你头上算什么 你虽然有龙爷的救命之恩 但人情残了 我 圣氏集团的精 我让你知 是哪 陈徐 不 不看僧面 看佛面 李兄人好歹也是圣氏集团的精 你这么不依不饶 你是压根就没把龙爷放眼里呀 我想就算是龙爷知道了这件事情 也会把他道歉 你今天要识向他 跪心 磕头 道歉 要是不识向他 要 就 行吧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那我也给你一个心 你现在给我跪一下磕头陪罪 那我也可以考虑 摇过你 你是不是看不清行事 现在是老子说了算 唐姐 你可别说做妹妹的没有帮你 你现在要是给李健道个歉的话 或许我们还可以摇过你 但你要是像某些人一样 不吃好歹不明情事的话 那你就别怪做妹妹的方法给同你 秦秦 要不我们就倒过去 不然我们今天就走不来了 管理你放弃 他们做不了事 现在 该求要赔罪 是他们 赔罪的是我 你还真是不知死 你以为现在还要龙岩一招 唐姐 你说说你有身材 有样貌 有能力 但我看啊 你这看人的眼光 这跟瞎子差不多 这都到了什么时候了 你还这么死心塌地地跟着他 陈旋 你还真以为你是什么大人物 有什么了不得的身份 让我们不敢动 可不敢这么说 万一这个废物 有什么隐藏的大身份 既然他如此不知死活 那就 给他再教训吧 王兄 动手 王 拜见陈先生 王兄 你真干什么 王八蛋你害死 现在赶紧跪下给陈先生道歉 我给他道歉 你给我开什么玩笑 赶紧给我起来 快快快 你知不知道陈先生到底是什么身份 现在跪下道歉 尚且有一次活命的机会 快下 身份 他现在救过龙爷一命 但是人情早都用完了 王一鹤 你是正老大的人 按照常理来说 死人 作为龙爷的救命恩人 你是不能对他 但他现在 已经将龙爷的恩情消耗完了 你不必再有顾虑 参见天王 参见天王 你们敢敢对陈先生 无敬 现在立刻给陈先生跪下道歉 王一鹤 你他妈是不是还疯了 我给你二十万 是让你教训他的 不是让我配你道歉的 道不道歉 王一鹤 是郑老大的人 你自然应该清楚 我在圣诗集团的身份 就算是你们郑老大 你调击我三分房面 你总是不要太过分了 我告诉你 我现在不管你什么身份 要是不跪下给陈先生道歉 小心老子我废了你 请陈先生原谅 你们呢 请陈先生原谅 该你了 我 请陈先生原谅 陈先生你还有什么吩咐吗 你先下去 陈先生原谅 今天这事怎么办 陈先生 我是圣诗集团的高层龙爷的心肃 今天敢这么守护 我也不会就这么算了 是吗 只怕你以后没有这个劲 那我们就走着走 陈先生 这件事我会告诉奶奶的吗 孙教练 孙教练 我实际上不是那个 那个人 为什么那么害我 还记得我以前跟你说过的 天王殿天王 你又胡说了 天王殿那位天王 根本就不是我们能接触到的存在 整个江陵 恐怕也只有龙爷能接触到了 秦浩龙正是天王殿麾下的日子 你是不是想说龙爷也是你的手下 秦浩龙的确是我的手上 真是越说越离谱了 你不想说就算了 我说的是真的 好好好 你说的都是真的 我的天王 我们走吧 公司成立好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你随时和我说 不要将压力都自己扛着 不会的 我可以先做一下我熟悉的项目 我钱的资源和人脉 你都能用得上 我会让人安排一些项目的 盛氏集团那份合同 我已经让秦浩龙取消了 到时候 你直接和盛氏集团签约就行 有了这份合约 相信公司会已经可以改成证明了 盛氏集团和共同家的口同 你要不可以取消了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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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冬爷 你哪给我们做主呀 我们是您的员工 给您安枪马后这么多年了 他陈寻记者是你救命日 就使劲让你报答 你还听不到我们头上来了 你说这不是完全不把你放眼里吗 是啊 冬爷 我可是跟了您十年了呀 他竟然也要我下跪道歉 这打狗爷要看主人呢 他这就是完全没把你放在眼里 就是就是 你们说的 是陈先生 就是 就是他 昨天不过就发生了一些口交 他叫人动手直接就打我 你看我这 呃 这全身都疼你说 我知道了 你们 被开除了 你说什么老爷 我说 你们 被开除了 李秘书 处理一下吧 另外 通知木家 我们给他们的合同取消了 是 奶奶 你可得给我们做主啊 是啊奶奶 你一定要给我们做主啊 怎么了 昨天不是请孙经理跟李经理吃饭吗 没想到陈寻这废物也来了 他们也来了 他们来干什么 他们难道想要抢头头 他们 订了利卡顿 天子好包装 天子好包装 他们居然也能订到 我想 应该就是利用龙爷最后的人情订 要不然就凭他的身份 凭什么能订利卡顿的天子好包装 龙爷最后的人情不是用来挪取利益 玩儿用来吃喝 看来那废友的眼光也就尽限于此啊 所以嘛 我就说提点他两句 没想到他还因此不愤 出手打了李经理 还让我俩给他社会道歉 气球不死你 你哥给他俩打电话 让他们两个给我滚过来 妈 他们两个 已经脱离家族了 脱离家族了 我就管不了他们两个了吗 立刻给我打 都好了 盛世集团取消了和我们监狱的合作 什么 我现在就打给孙经理 孙经理已经被盛世集团免职了 孙经理可是盛世集团的高层 龙爷的心腹 奶奶 一定是陈勋的关系 他就仗着自己是龙爷的救命恩人 让龙爷辞费了孙经理 取消了和我们的合同 可是合同我们已经签好了呀 就算是龙爷也不能说取消就取消吧 难道他不怕贵约约金吗 贵约金 以龙爷的权势 以盛世集团在江都的地位 他取消合同 我们难道还真敢去索赔伪约金吗 这可是一百亿的合同吧 立刻打电话 把孙婉宁和陈勋叫过来 奶奶啊 惩罚他们固然重要 但是现在一百亿的合同更重要呀 不叫他们两个过来 难道让你和盛世集团去签这合同了 王爷啊 是不是你和陈勋让龙爷取消了 孙家怎么说也养育你这么多年 你现在就是要判处家族 我们应该做损害家族利益的事 盛世集团的这份合同 本来就是因为晚和午的关系 现在我们脱离了 盛世集团取消这份合同 好像没什么不对 你们依仗龙爷的关系 可以让韩家破产 让龙爷辞退辛苦 当然也可以不把我沐家放在眼里 不过沐婉宁啊 你身上到底还留着我们沐家人的血 我现在问你一听 你是不是真的想让我沐家 失去盛世集团的这份合同 之前你逼着晚宁和我离开 逼着晚宁离开沐家 现在又想用血外关系 让晚宁替你签回头 抱歉 爸 我到了 陈勋元 你别太过分了 昨天定利卡顿天赐号包厢 加上取消合同 已经是龙爷最后的人情了 没有龙爷的人情 你就是个没用的废物 我看啊 要是没有龙爷的人情 等沐家和叶家查清了你们的底细 那你们也就是死到临头的日子了 就算如此 那我能左右这份合同 你 陈勋 你说吧 你要怎么样 才能让我沐家重新签回头 要签回这份合同也就是不行 只要答应我们的条件就行 你说 让晚 接替你沐家董事长的位置 你说什么 原来你处心积虑想的竟然是我老婆子的位置 只要老太君你让出沐家董事长 盛世集团的合同立马双手奉上 不可能 陈勋 你狼子野心啊 竟然想让奶奶让出董事长的位置 奶奶 你可为我做不下去 奶奶 你要是让出董事长的位置 那我们沐家就完了 完了 当初沐家濒临破产 是晚林立万狂澜才会有今日的沐家 只有将沐家交到晚林的手中 沐家才可能真正的发扬光大 晚娘 你也想要我这老婆子的位置 奶奶我没有 这 是 赵老太君 你一直以来的梦想 不就是将沐家带到江都一流世家的位置 我可以向你保证 只要让晚林做上沐家董事长的位置不出一年 晚就能带你沐家进入到江都一流世家的位置 奶奶 你可不能听他的话言巧语啊 是啊奶奶 江都的一流世家哪一个不是历经了几十年的积累 几代人的努力才成功晋升一流的 可能我可能像他说的一年时间说晋升就晋升啊 就是 奶奶 你要是真把沐家董事长的位置让出来 这公司怕就不信沐了 信陈呢 是啊 陈寻你别的条件我都答应 让出董事长的位置 不可能 陈寻要不换个别的条件吧 比如说让晚宁重回沐家总军力的位置 然后将沐家继承权的顺位积升至天位 是啊陈寻 这 妈呢 也是执招了沐家这么多年 晚宁呢 能力是有的 刚好 让他在上面看着 也算是为晚宁保驾不好嘛 你们想的到老毛吧 重回总经理的位置就算了 还要把他继承继承权顺位第一人 沐家继承权可是有先后顺序的 现在继承权的第一人是我吧 如果大哥能够把继承权这份合同拿回来 别说是继承权第一人 就算是继承权唯一继承人 我们也认识 妈 圣氏集团这份合同 对我们沐家来说至关重要 我们沐家 能不能在江东成为二组世家 乃至是一组世家 就要看这头盒子 奶奶 好了 都不要吵了 只要你能带回圣氏集团这一百亿的合同 我可以做主 让晚宁重归总经理的位置 再将他提升为家族继承权第一人的位置 要是晚宁真有能力 一年内能将沐家带到江东一流世家的位置 我更可以答应 将晚宁令为我沐家 得一继承 奶奶 嗯 全群 你去来讽刺奶奶 难道我说的有错 原来你真想要我老婆子这董事长的位置 奶奶 你可可不答应了 我看这合同得欠了 是啊奶奶 如果真要让出家族控制去 我看这合同不欠也罢 让出家族控制权 你们还有大把分红控制 甚至你们奔道的将分别能想象的还要多 但若是不让出家族控制权 家族扩承 你们可就生了没了 陈玄 你再威胁我 不敢 只是纯述一个事实吧 好 好 好 我就看我目的 失去了这份合同后 会不会濒临破产 陈玄 你今天这么气老太 你后面让婉宁怎么还回归家族 难道你真的想让婉宁和穆家分道扬镳啊 妈 妈你放心 要不了多久 老太就一定会求证你 求着婉宁回去 穆家损失了盛世集团这一百亿的项目 那也只是紧紧的失去了寄生二流世家的机会 本身并没有真正的损失 难道你认为 穆家失去了盛世集团这一百亿的项目 就会导致破产吗 我看呀 总经理的位置和继承权定于数位就挺好 你答应我 你答应我 晚宁啊 你也趁你陈玄 陈玄 陈玄 要不就带奶奶的条件 晚宁你放心 最多晚上 他们就没有请 奶奶 陈玄太过分了 我们不能就这样放 是啊 一百亿的合同 他说取消就取消了 他根本就没有把奶奶 没有把我们穆家放在眼里啊 还有穆婉宁 还和他好歇一气 还想要奶奶董事长的位置 嗯 他这是我王喜啊 失去这一百亿的合同固 固然可惜 但我们穆家 也不是没有 晋升一流世家的机会 公司这几年发展的还不错 只要我一些当前的发展态势 过不了几年 我穆家同样也能晋升为一流世家 奶奶放心 我一定维护好公司的发展 虽然这几年公司的合作伙伴 都是穆婉宁看 但是这些合作伙伴 跟我们穆家合作数年利益相关 现在就是没有了穆婉宁 也一定不会受到影响的 嗯 总经理 我们在这的几个合作伙伴 全都断掉了和我们的声音网 这要下去 要不然今天公司就会面临破产的地步了 你说什么 怎么了 奶奶 我们的合作伙伴 都断绝了和我们的客户来往 啊 你你说什么 这样的话 要不了几天 我们穆家的各种项目就会变临资金缺口 到时候就只能倒闭 我差吗 赶快联系 赶快联系这些合作方 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 取消了和我们穆家的合作 哥 奶奶 啊 我们所有的合作伙伴 都不愿意再跟我们合作了 哪怕我们大富让利 都不行 沐婉宁 一定是沐婉宁 奶奶 那现在怎么办啊 没有这些合作方 我们穆家要不了几天就会破产呢 难怪陈旭那个废物当初说我们穆家一定会面临破产 原来这一切都是谈其话好的 打电话 打电话 联系陈旭和 莫怀宁吧 奶奶 难道我们就这样认输啊 奶奶 要是我们就这样认输的话 他们一定会得错进尺的 难道 你们还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啊 你不是说最多晚上老太太他们就会来求求我吗 这天不黑了怎么还不来呢 你说的到底准不准 如果不准跟你没完 是啊婉宁 要不咱们回去求求你奶奶 只要你扶个人这个错误 相信你奶奶会原谅你的 啊 而且只要见过盛世集团那一百亿的合同 莫家总结你的那次 还是你的 知道吧 要不了多久 你看 这不是吧 奶奶让我们回去 婉宁 那些和穆家合作的合作方突然成效了与我们穆家合作 是你安排的 取消和穆家的合作 奶奶我没有 穆婉宁 这都到了什么时候了你就不要招了吧 奶奶我真的没有 就在刚才 穆家的合作方几乎同一时间和穆家取消合作 这些合作方都是你谈的 你敢说这一切不是你在背后操控的 婉宁 就因为奶奶不把董事长的位子让给你 你现在就要置穆家于死地啊 你真是太狠了 太奢仙心肠了 奶奶 我真的没有跟这个合作方联系过 更没有让他们取消跟穆家的合作 那你怎么解释 这些人同一时间和穆家取消合作 是吧 你的取消的又怎么样 前几年穆家飞临破场 是婉宁一首将穆家整救会 这些合作方 哪一个不是婉宁心肾地步谈下来的 你这用那本事 那些合作方又怎么会在婉宁脱离家族部 以家族去消合作 你为家族做个什么 你什么都没有做 就当上了穆家总经理的布置 婉宁心肾不不打拼 到现在什么都没有 也好了 婉宁 你说吧 你要我怎么样 你才能让这些合作方 不取消于我家族的合作 那我 还是那地方 只要老开军你让出董事长的位置 我保证那些合作方利用 就能恢复婉宁家的事情 说来说去 还是想要我老盒子这董事长的位置 如果我说我不答应呢 如果你答应的话 以后还有大把分红可以分 可若是你不答应 穆家公司兵敏倒闭 你不就什么都没有 我答应了 穆婉宁以后就是我穆家公司的董事长 哪 我突然想了一下 老开军你毕竟是穆家的家主 这要贸然让你从董事长的位置退下来 好像有些不得 这样 董事长的位置还有你当着 至于我 就先让他当副董事长 副董事长 你骂我了 你不愿意 愿意愿意 婉宁啊 从现在开始 我任命你为我穆家公司的副董事长 陈学 你刚才要是坚持的话 董事长的位置 就是婉宁的了 老太太虽然做事不够落光短气 但她毕竟是婉宁的奶 更是执掌不加多女 如果真逼她让出了董事长的位置 那么后晚 妈你还有爸怎么面对你家 那你怎么又从一开始就咬地 要让老太太让出董事长的位置 若我是这么做 老太太怎么会心甘情愿的让我能当这个副董事长 妈 周树仁先生曾经说过 如果一个屋子开案要开一扇窗户 对方可能不懂 但是如果你主张拆掉别人的屋顶 对方就会同意开这扇窗户 阿 耶稣 我现在可是忙着 苏罗奇珍异宝 打算在天王进入一世上 献给天王 已得到天王的青睐 如果我们得不到天王的青睐 我们就完了 到时候 不仅那个姓陈都不会放过我们 就能淋险 也不会放过我们 天王殿里那位天王的四大护卫之一 罗一臣 罗大人 已经和我父亲从上京出发了 晚上真的到海上了 罗大人 作为那位天王的四大护卫之一 其全是 在天王殿 也是能排你上号的 我们要是能得到罗大人的看重 那不是比任何真比都要过 我们即将摆脱危机 就算是龙也赢了 罗大人来了 没错 所以我父亲让我 准备一个救护 让所有人都赢 罗大人 已经是你的抗战 从此之后 我叶家 将一飞从箭 别说是那个姓陈的 就算是龙子 我们也不放在眼 好 我立刻去准备 邀请江都所有名流 娜娜 同时邀请沐家 还有那个废物 还要邀请他们 没错 我要当着所有人 当着沐家的废物 奶奶奶奶 不得了了 不得了了 叶家和沐家联合发出邀请函 邀请我们去他家 今天晚上的欢迎酒会 一个酒会而已 有什么大英小怪 今天晚上的欢迎酒会 欢迎的对象 天王店里的大人物 天王店 对啊 没想到叶家能攀上天王店的大人物 那叶家岂不是要一飞从天了 我早就说过 晚宁就不应该嫁给那个废物 晚宁要是嫁给叶少 那我们沐家岂不是也要跟着一飞从天了 既然叶家能攀上天王店里的大人物 这次说什么 我都要晚宁和那个废物离婚 都不用逼迫反宁离婚 要知道沐家和叶家可是跟那废物有仇的 沐家和叶家现在攀上了天王店的大人物 别说那个废物用光了龙爷的人情 就算没用光人情 龙爷又起了跟天王店里的大人物对抗 要知道天王店是传说中的全是滔天 与国同在的势力 这么说的话 那个废物这次死定了 嗯 江都虽大 再也没有那个废物的容身之地了 欢迎 叶家和沐家联合发出了邀请函 要求我们参加一个欢迎就会 而他们要欢迎一个从天王店出来的大人 天王店是什么 天王店是一个全是滔天的罪子 没有国同在 那边出来的大人物 那就是江都之尊龙典 也远远不能一只相比啊 叶家和沐家 竟然攀上了这的大人 陈徐 你现在就离开了离开东京 陈徐 你现在就离开了离开江都 离开 为什么 叶家和沐家攀上了天王店的那位大人物 就算是龙严也保不住你的 现在回忆之际就只有立刻离开江都 万妮 你还记得我以前跟你说过什么 你是天王店里面有个天王 陈徐 你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 赶紧收拾一下 我给你一起离开 现在说什么都歪了 叶家和沐家现在专门给陈徐发了邀请函 特意邀请陈徐 你们现在就是抢逃 也来不及了 这可怎么办 陈徐 多怪你 当初非要顾依顾饶 现在沐家和叶家都来报复了 就连龙严也 也护不住你了 你可别量力我们家 眼里晚宁 天王 罗英臣今晚就到 要不要让他先来拜祭你 不用 让他直接到欢迎酒会吧 我本来还想留着叶家和陈徐家几天 等到我的亲日点 还在处理他 既然他们这么着急想死 就处理他 那就完了 再帮我准备一份盛大礼 我要在酒会上 向我供服我的身份 告诉夫人 您的身份 我已经跟他说过两次了 是他都不相信 也只有这样 才能让他相信我的身份 今晚的欢迎酒会有没有留下 一切都已经准备妥当 都是爱最高的一顿 好 只要能让罗大人 就算久之后的天王继承的意识上 没有得到天王大会 凭借罗大人的威胁 我们叶家一定有一次出天 另外 我请给您看看 今天晚上 我要当着所有人 正式向你家提起来 真误障之心 没错 尽管我不行要废了那么废 还要当着她的面子 去她 是 奶奶 到了 啊 陈雪 你居然 你难道不知道 今天的欢迎酒会 是叶家和沐家去办的 你来参加他们的酒会 你是怕自己死得不够快 我看哪 他还仗着自己是龙爷的救命恩人呢 这么难用龙爷的恩情 也不知道你这救命恩人的恩情 还能维持多久 不过今晚 就算你是龙爷的救命恩人 也没成用呢 你知道今天晚上 沐家和叶家举办的欢迎酒会 欢迎的是谁吗 那是天王殿里的大人物 哼 恐怕他都不知道天王殿是什么吧 实话告诉 天王殿乃真正的大势力 堪称与国同在 就算你有龙爷的恩情 在天王殿的大人物眼里 不过如同蝼蚁一般 今晚 就是龙爷也付不住你 你现在和婉宁离婚 再立刻离开江都 尚且还有一些生计 只怕已经晚了 叶家和穆家 已经发了一张要求还给了陈旋 只怕这个时候叶家和穆家的人 都已经定了陈旋 看来想跑也不成了 趁着叶家和穆家还没有发难 你赶快和婉宁离婚吧 免得牵连了我们穆家 老太君 就算叶家和穆家发难 我也不会让他牵连到穆家 而且天王殿的罗一臣 正是五个兽以来 他见我 也只能跪地俯首 你说天王殿的罗一臣大人 是你兽以来将都的 他可是天王殿那至高无上天王的亲位 就算是在天王殿 他也是位高权重 万人之上 他来将都是你受益的 见了你还要活手称臣 那你就是那天王殿的天王呗 没错 不够 天王位高权重至高无上 要是让那位罗大人听到了 你敢冒出天王 不仅是你 就算我穆家也登当不起 陈旋啊陈旋 我以前就说你能装 没想到你这么能装 你要是天王殿的天王 那天王殿就是我开创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陈旋 你居然敢打我 敢侮辱天王殿的开店宗师 我只打你一把掌算是便宜你了 奶奶你看到了啊 舍舍二叔 你们也都看到了 他居然敢动手打我 陈旋 哥 才是一时冲动 一时冲动 还不是都是因为你 你非要选择这个废物当老公 他现在居然敢动手打我 你哥 我对陈旋跟你道歉 道歉 道歉 道歉都顶着像这一巴掌的 你吵死 陈旋 我早就看你不爽了 你以为你打我一巴掌 就这么断了吗 可对晚宁出手 断你一定是成绩 再下次有命 哥 陈旋 你放死了 陈旋 你就是这么烦 叫你老疯的吗 奶奶 是哥先动手 云昭虽然有做错的地方 但他还没打到你呢 陈旋竟然就先断他一臂 何妻狠了 云昭 你要我还是个男人 还是我沐家的孙子 就给我扔起来 给我也断他一臂 是 哥 那你 怎么 你还想背断另一只手 陈旋 你还敢动手 有何不敢 赵老太祖 你现在还是沐家之主 还是沐氏集团的董事长 那是我给你留的最后一次演篇 要是我愿意 你现在就是沐家之主 不是沐氏集团的董事长 赵老太祖 可不要把最后一次演篇 都给用尽了 好 好 好 陈旋 希望你等下也在酒会上能有这种硬气 我们走 奶奶 我这胳膊 就这么算了 不这么算了 还想被断另外一只手吗 奶奶 完了完了 文学 你气是出了 你让我们家以后怎么过 这下彻底得罪了老太太 等会儿酒飞以后 别说晚娘 沐家副总是两个位置 只怕我们全家 都没读出家族 她还不敢 她不敢 她有什么不敢 你现在还能带着龙爷的威势 但是你别忘了 等酒飞一结束 你真以为 你能活着走出酒飞吗 叶家和沐家 都巴掌上了天王剑领的大事 这次 就算龙爷 也护不住你 你能活着 除非你是真的天王还差不多 真是不可理喻 你放心 今晚的酒飞死的不是我 是叶家和沐家 你放心 让你准备的礼物怎么样 听罗大人的礼物 都已经准备好了 好 只要今晚的礼物 能让罗大人买你 到时候在江都 就算是他龙爷 也只能仰貌我叶家的脾气 我叶家 再也不能让他随意拿你 几天王剑的势力 可不是小小江都能够比拟的 有着罗大人的看重 叶少年也可能局限在这小小的江都 到时候 别说是龙爷 就算是上京 叶少年也是个了不得的大人 好 只要老子一飞冲天 最好 少不了 多谢叶少 对了 给沐家的礼物怎么样 都准备好了 好呀 今晚我就要当着那个废物的面 娶他老婆 林少 林少兄 恭喜恭喜 林少兄 你这手一擦 哎 还不是那个废物 他居然说自己是天王殿的天王 我不信我质疑他两句 就把我胳膊弄成这个样子 冒充天王 真是找死 林少兄 你放心 这断地这手 尽管必办法 那就谢谢叶少 啊 咱可冒充天王 来人 把他给我拿下 叶少 叶少 你们的安医院 和我们没有这样的关系 对对对 叶少 是他冒充天王 跟我们没关系啊 兰 兰 兰兰 兰兰 小队 我原本还想等一下在陈镇 但没想到你竟然敢冒充天王 既然你这么着急着死 那我就成全你冒充天王 我 就是天王 还真是大抱天啊 天王军事滔天万人之手 岂能是一个摆了三年地摊的队 还是说有农杰给你承扬 我告诉你 就算是农杰念经你的救命之 他也不敢再给你承扬 我为天王 我何须他人承扬 天王 还真是嘴硬 你想求死 但我不会现在就杀 我要让你亲眼看看 我是怎么样娶你老婆的 老太君 这是我给牧家准备的帝 叶少你这是 帝王律匪赛是我一堆 极品马脑时刻 价值一个亿的别墅一堆 而这 就是我给大家下的聘礼 聘礼 聘礼 大人看中肯定会一飞冲天 而陈玄 挡不住叶家和穆家的抱负 而且他竟然敢冒充天王 就算叶家和穆家放过他 那天王殿的罗大人也不会放过他的 没错 没错 陈玄金管 必是一个死人 所以万宁啊 你不必再守着一个死人了 好啊 万宁啊 你要不考虑考虑吧 你看 他呀 又要和穆家严与叶家作对 你为他做的够多 你怎不能受管啊 万宁 就答应我 万宁 你可看清形势啊 叶家现在攀上了天王殿里的大人 那可是一飞冲天在计 而陈玄冒充天王必死无疑 今晚就是龙也也救不了你 沐婉宁 叶家现在得天王殿里那位罗大人的器重 一飞冲天指日可待 你可要把握好机会啊 怎么说的我好像死定了一样 陈玄 你觉得还有谁能救 我实话告诉你 今天就算是你也来的 也保不了你 是吗 见过龙眼 见过程先生 龙眼 这陈先生的镜 你还敢打我 打你又怎么样 龙眼 你是江都至尊 所以我敬你 但你别不是好的 我叶家已非昨日之叶家 我叶浩 也非昨日之叶浩 不要以为你巴结成大人 就可以不把我放在眼里 你是江都至尊 应该知道天王殿的存在吧 大洲最顶级的实力 与国同在 没有之一 知道就好 而罗大人 更是天王殿 天王亲卫 在整个天王殿 也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存在 那又如何 我叶家 已得罗大人看重 而罗大人 此次正是为我叶家的 心灵角度 足以见得其重视 昔日我叶家 要跟在兵明爷身后 而今日之后 我叶家 将是你要想报的存在 而我叶浩 也得罪不起 真是经历之路 你可知陈先生的身份 身份 他虽然救过你的命 但你也无必为了救他 给他胡乱填什么身份 实话告诉我 早在几日之前 我就已经派人 调查过他的身份 冬月 叶少前几日 已经让我查过他了 他只是一个普通家庭 也没有什么成就 最近这几年 更是百天堂行义未深 百地堂行义 陈雪 你口口声声说 你是天王殿里的天王 我们差点被你给见了 哎呀我早就说过了 他要是天王殿的天王 那我不就是地球的酋长 谎话连篇 他要是真这么厉害 真有什么隐藏的身份 他要摆他行义三年啊 我最后再尊称您一生容所 救命之恩势大 看你为他做的已经足够短 你要是现在袖手旁观 我还尊称您一生东西 你还是那个江东之子 但你还要替他出头的话 你就是在跟我叶家裹队 而且他居然敢冒充天王 就算是我不处置他 等会天王殿的 何大人来了也会处置他 而且到时候 如果让罗大人知道 你得帮他冒充天王的话 你也捣不住罗大人的怪罪 真是自寻死 就算先生灭了我 我一尘也捣不住 龙女 此言差异 你不必为了救他 给他贴金 自从他把我们两家 无名之后 就已经和我们不死不休了 今天不管你说什么 我们都不会放过他 而且他竟然敢冒充天王 你要是敢包庇他 就与他同罪 罗尼臣 罗大人到 父亲 大人 他就是犬子 这位就是和我叶家 同为江都一流世家的 沐家家主 见过大人 见过大人 罗大人大驾江都 我让你准备的礼物准备好了 放心吧 都准备好了 来人 此为何物呢 听闻大人好刀 这大下龙卷 是我叶木两家 费尽心血拿到的 我燃手刀 那大人喜欢就好 陈迅你快走 差不多就来不及了 我为什么要走 叶家和孟家的礼物 已经得到罗大人还行 从此他们两家 将王一飞重庭 就算是龙业 也要护不住你的 现在走 还来得及 婉宁 以后过来 你别糊涂了 不能去哪儿 我告诉你 你赶紧和他匹经关系 要不然 把你还牵手进去了 陈迅 我告诉你 平时我们婉宁对你不报 现在沐家和叶家 对你报复 你可别连累我们家婉宁 你当我 千年婉宁 你放心 我不会千年的婉宁 而且 这个罗一辰 是假的 我就说叶家一个区区的江都是假 怎么可能听得来罗一辰 假的 叶家可是江都豪门 怎么可能认称一个假的了 看你才是个假的吧 婶婶 这有些人啊 假暴的太窮了 就把自己当真的了 他都觉得自己是天王 那他可不觉得人家罗大人是假的 是啊婶婶 你可要发现好你这位天王女婿 你以后啊可就是天王的丈母娘了 嗨 那个陈轩 这个天王殿的罗大人都来了 你就少说两句 万一 咱舍得罗大人不但你要死 我们也得收到牵连 别说他是一个假的罗一辰 就是真的罗一辰在此 要对我卫地服侍 伤害不到你们 更伤害不到我 你是疯了 真的是疯了 奶奶 咱们可得跟他划清关系 这当着罗大人面说这种话 这要牵连下来 咱们也跑不了 陈轩 你如此疯狂 竟然连天王殿的大人物也不放在眼里 从现在起 你和我慕家没有任何关系 婉娘 你要是再和他在一起的话 为了我慕家不被牵连 从现在起 你也和我慕家 那也没有任何关系 婉娘 你快离开他 妈 你们走吧 都说到那临头鸽子飞 我和他夫妻一场 孰静娜来了 总不能真的抛弃他吧 婉娘你 陈轩 你赶紧和婉娘离婚 你被灿连到婉娘 我说了 我不会连累到婉 也不会让他受到伤害 婉娘 我已经离物要送给你 这都到了什么时候了 还有心情送礼物 嘘 是禁闭 夫人 这是先生特意送给你的礼物 这是银河之星 这竟然是长寿中银河之星 光是项链就好像价值几个亿吧 这可不光是钱的问题 这银河之星 可是世界十大首席之首 可不光是用钱就能买到 要是有人能送我一个银河之星 就算让我去死我也愿意 这银河之星 这送给你的 小子 你还真是舍得下雪吧 怎么 这是用龙爷最后的恩情 让你给他卖 啊 哈哈 今天你就算是有银河之星有了责 你照样走不出这会场 是吗 一号银河之星给你 顺氏集团一百一盒多也可以给你 只求你饶陈旭一命 穆安宁你说什么呢 那盛世集团一百一盒合同可是穆家的 是啊 你为了救这个废物 竟然要放弃穆家一百一的合同 你简直是疯啊 穆安宁 你要不是身体里还流着我穆家的血 你就不许这么义气用事 一号 只要你放过陈旭 这价值数月的银河之星 和盛世集团一百一盒合同 都给你 怎么样了 穆安宁 我喜欢了你这么多 你居然愿意背了一个废物放弃这价值数月的银河之星 还有一百亿的合同 你还真是情深义重 不过我就喜欢打破你们这种情深义重 你越是让我得不到你 我越要得到你 至于他 那样让他生存 哦 这是什么意思 回禀他们 此人无法无天 仗着有人撑脚就打压我们叶家 今日更是冒充天王大人 我现在就把他处置 随随 你现在还有什么依靠 你还有什么支持 齐浩龙 我说过 昨日之叶家 并随经历之一 我叶家想处的人 忍不住 我叶家想处的事 难不得 哦 是吗 没错 我们已经仇靠了 华大人 在你华大人面前 你瓶独除死板 自取灭亡 都这个时候 你还得帮他演戏 啊 我看你也是个精品 这样 你陪我睡 我休息 你 咱敢对洛小姐无礼 你还打我 你还他妈敢打我 龙爷 您是江都至尊 以往我们都尽 可今夜之时 你不来插手 叶豪 看在你跟在我 多年的份上 现在处置你儿子 然后给陈先生 和洛小姐赔礼 也许 你还有一些生计 龙爷 我看你是老糊涂 你看不清形势吗 如今我叶家 已是罗大人的附庸 在整个江都 何人不能惹 何人不敢面 你还想处置我 还妄想保住此人 看他 龙爷 我沐家 对你安前马后 这么多年 为你马属之战 可你却为了 给这个废武报答 救命之恩 就将我沐家 在江都除名 这 何惜不公 何惜能落 今日 我们已经归佛罗大神 你与我们作对 就是和罗大人作对 和天王剑作对 你 就是自取灭亡 我看自取灭亡的 是你们 大人 此人冒充天王 七岁当中 还行大人重手 拿下他们 你 既然敢冒充天王 罪不可恕 你还是自裁吧 至于你 虽然同样罪不可赦 但我念你 被他人所骗 我就网开眼 交出全部家财 以来赎罪 你要我自裁 天王全是滔天至高无上 我不管你有什么理 胆胆冒充天王 那就是罪不可恕 你是罗依臣 放肆 你可持乎大人明慧 侯 你在怀疑我 我二十岁进入天王殿 二十一岁跟随天王 镇守边疆 既已惊生死 浴血奋战三年 为我大招平定破稳 开疆阔 因公被天王提拔为亲吻 你算个什么东西 竟敢怀疑我 你倒是对罗依臣的履厉挺了解的 但倘若你真是罗依臣的话 又怎会不认识呢 认识你 罗大人高高在上 怎么会认识一个摆了三年底摊的废物 还是说你真当自己是天王 定边将战囚 血战七日以 罗依臣跟随我今生死 若是连我都不认得 他又如何能成为我呢 轻问 陈军 都这个时候你还在那装 哦 你说你是天王 那你认不认得此 天王令 认得此块令牌就好 此令乃是天王念我有功 亲自赏赐给我 见天王令如见天王 尔党才不下跪 再见天王 再见天王 其实 起来吧 只可许你放肆 见到天王令你还不跪下 我为天王 何许下跪 你找死 大人 此人明晚不连 还请大人出手 向此拿下 还请大人亲自动手 喂 怎么 见到天王令你还敢反叛 虽然我不知道你从哪得来这天王 但是暴冲天王轻卫 可是死罪 我是天王轻卫 怎么可能是假的 倒是你 冒冲天王 见天王令不下跪 罪上加罪 来人 将他给我拿下 是 来人 来人将他们拦下 七号龙 找死是吧 啊 罗大人欲血将上 开军毕业 你的人能拦得住我手下 但你能拦得住罗大人 那就叫你的罗大人 出手吧 还请罗大人动手 拿下他们自然是逆无反掌 只是 这会饶了酒会的兴致 说这么多 还不敢动手 身为天王亲卫 对 面对这么几个人 却不敢动手 你还敢说你是罗一辰 我只是怕扰了酒会的兴致 哎 倒是你们几个 胆敢冒犯天王殿 这可是死罪 噢 不过嘛 念在你们几个是从犯的份上 我可以给你们一次机会 你们现在退下 将这个小子给我拿下 我就免你们死 罗一辰到了吗 到了 到了 到 到 大人 援你 今晚除了要送你银河之心外 我还有一点事情要告诉你 罗一辰 伍胡大亂 你送給你 拜見給我 拜見給我 我知道了 你小子花了这么多钱 找了这么多人来陪你演戏是不是 我是真的不知道该说你无知呢 还是该说你不怕死呀 性格儿主骂他 拿下 拿下我反了你们啊 我可是天王轻卫 放开我 放开我 他也拿下 才去你 看来你这天王轻卫不怎么样 最好老实交代 要不然把你拉出去斩了 身为天王轻卫 却这么容易就被拿下了 事到如今 他如果还想继续演下去的话 那就把他拉下去斩了 不不不 老说 我不是罗一辰 我本名徐静 是天王殻轻卫徐勇的弟 徐 你是徐勇的弟 所以这块天王令 是徐勇的 不是不是不是 天王令干系重大 我哥怎么可能给我 我偷你 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 不然不光是你 就算是徐勇 也是死罪 我哥虽然是天王殻的亲吻 但平时对我疏于管教 这次天王归来 我哥忙于 各种机会的事情 所以 我就趁机冲了筹 不过 我拿天王令 从来没有干过什么 上天赛里的事 我只是欠取一点钱财而已 还望主委 看在我哥的面子上 让我一命 好不好 还有这件事情 千万不要告诉天王殿 要不然到时候 不只是我 我哥也要受到惩罚 不告诉天王殿的 完了 完了 这怎么 难道 他真的是 你有天王令 刚好 我也 天王令 你是罗大人 那他是 拜见天王 拜见天王 天王 怎么可能 奶奶 你告诉我 这些不是真的 奶奶 拜见天王 拜见天王 起来吧 拜见天王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天王高高在上 全是滔天 怎么可能是你这个摆了三年地摊的废物 请让港对天王不敬 是假的 我让你骗我 爸 你告诉我这是假的 这都是假的 都是你这个意思 要不是你因为一个女人 得罪了天王他人 何至于发生这一切 我不是天王多年 才登上这江湖 这一世家的位置 投降公 全没了 天王大人 一号得罪了天王大人 今日起 我叶家 见他主主家门 任平 天王大人发落 只求天王大人 留我 叶家一条胜路吧 我可是你儿子呀 你得罪了天王 我没有你这样儿子 龙爷 您在 我叶家跟随你多年 您把我求个情吧 留我 叶家一条胜路吧 现在只能后悔了 晚了 你叶家以为 攀上这个家伙 就可你在江都横行 你儿子还要在今儿 除掉天王 此等罪过后 叶家 断没有活路 龙爷 我错了 天王大人 我错了 我 我愿意坐起来 我愿意赔偿 不 天王大人 您给我老在上 您全是陶天 我就是地上的龙椅 您不许得不许我动作 你饶了 你饶了 我求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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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老台军的寿宴之前 您安排了打手来对付我 为了让我迟到寿宴 在寿宴之上 我让盛世集团送的礼物 你冒充是你送的 被刀标回事 你联合江都 众世家 要断我一条腿 我让我在江都除名 眼下 你以为你巴结上了 罗一臣 胜券在我 要让我走 就找我回 现在 你知道我的身份 你想求饶了 完了 爸 来人 给我带下去 爸 救我 救我 至于你叶家 这逆子胆敢冒犯天王 无论天王怎样处置 我叶家全力支持 江都除名 天王明见 这一切都是逆子的错 和我叶家毫无关系 甚至前段时间 我都在生机 不在江都呀 这你所做的一切 我毫无知情啊 不过 这你一字 也是我叶家之人 我属于管教 天王成就是应该的 只求天王大人 给我叶家留一切生机 沐万圣自知死罪 甘愿临死 请天王给沐家 留一切生机吧 你们先前要断我一 要将我从江都重民的事 可曾想过留我一切生机 今日之后 沐家和叶家 央都除名 来人 将他们都带下去 天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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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王饶命啊 天王 冒充天王亲卫 偷盗天王令 这两尖罪 是重罪 压下去 天王 天王饶命 天王 徐庸怎么办 身为天王亲卫 却丢失天王令 得去天王亲卫一致 收回天王令 让他告老幻想吧 是 陈旭 你 真的是天王 我们结婚了三年 你也隐瞒了我三人 天王殿殿规 君人天王者 必须要以普通人的身份 生活三年 不得已告诉天王 天王任何人 所以我才没有告诉你 我的身份 殿规三年之期满之后 我本来想马上告诉你 我的身份 但是你又被逐出了沐家 我担心你接受不了 我们身份的落差 所以就没有直接告诉你 沐家当初 濒临破产的功劳 你说是你的 也是真的 我虽然只能以普通人的身份 生活 却也能动用一小部分的权利 给沐家安排一些生意 并不快 那 盛世集团的一百亿的合同 真的是你安排的 婉宁和沐家 都希望沐家能够进入到 江都一流十家 那一百亿 则是我安排让沐家 进入到江都一流十家的契机 你跟我说过 你两次是天王殿的天王 我都没有相信 没想到 你真的是 那这么说 我岂不是天王夫人了 当 天王夫人 那我 我岂不是天王的郑母娘了 是啊 天王全是透天万人之上 那我们沐家 不光能成为江海的一流十家 甚至还能成为大周豪门 那沐儿老爷子当年厉害主义 也要让我您嫁给他了 可是老爷子 有眼光呢 对对对 沈士二叔 都是一家人 都一家人嘛 陈玄 以前 有些误会 都是老婆子我的不是 你不要放在心上 哦 婉娘 刚才 将你竹树家族 也是一时的气话 你还是我们沐家的副董事长 并且我宣布 以后 你就是我们沐家的 唯一继承人 啊 奶奶 哎呀 住嘴 你想的未必也太好了吧 遇到危险的时候 就想跟天王划分关系 将夫人逐出家门 现在知道天王的身份了 就又想拉近关系 这天际下怎么会有这么美好的事情 婉宁 你说呢 陈勋 让出董事长的位置吧 否则 好 我将董事长的位置 交给婉宁 另外 老太军和大伯一家 以后不再担任公司的任何职务 只有分红的群联 哎 陈勋 这 你别太过分了 怎么 天王的命令 你也敢违背呢 我不是在跟你们解释 是命令 哦 知道了 管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